第511章 神古响 浩瀚稀土 人节地灵 自古至今也不知道诞生了多少精彩绝艳之辈 不过 稀土修炼界同东方一样 数千年来除有限的两次玄战爆发之外 一直以来都异常沉寂 多数高手已经跳出红尘 不问世事 以至于偶有能够飞行的高手出世 都将被普通世人尊为神人 陈南率领千余名玄界高手 浩浩荡荡冲进稀土 顿时惹出一片轩然大波 普通凡人看到有人竟然能够玉空飞行 而且不是一人 是黑压压一大片将近上千人 顿时惊的他们 下巴都快掉在了地上 玄界大军所过之处 不少人纷纷顶领膜拜 整片稀土红尘 为之沸腾了 当然 最为紧张的还是稀土的玄界高手 许多老辈高手已经开始组织人手 准备迎接大战了 在历史上东西方之间不止爆发过一次大战 每一次都是血流成河 尸骨堆积成山 眼下 东土玄界高手如此大规模入侵 焉不让这些老辈人物紧张 仅仅半日间 陈南他们便在路上遇到了不少能够飞行的稀土高手 这些人远远地注视着他们 似乎等待着命令 等待着后续的人马 陈南立刻明白了他们在担心什么 他可不想引起误会 如果真的由此而引起东西方大战 他便成了千古罪人 他仰天长笑 如天雷般的声音顿时传出去百里之谣 稀土的各位朋友 今日陈某人来贵宝地 并不想引起东西方纷争 我们只是想去十八层地狱走上一遭 不要误会 虽然他说得很诚恳 但是带领了这么多的高手 任谁能够安心啊 稀土的高手依然不紧不慢地跟随着 而且人越举越多 十八层地狱深埋拜诞圣城之下 是一个极其特殊的所在 封印了历史上许多赫赫有名的大魔王 不过无尽的岁月过去之后 许多人的名号已经湮灭在历史当中 渐渐被人们忘却了 更有许多神秘人物被封印时 外界根本无从得知 圣城之下的地狱是天地间最负盛名的一座监牢 陈南虽然没有尽全力飞行 和众多玄界高手同步 但是飞行速度也是异常惊人的 不过多半日 他们就已经穿越过最东方的新兰大帝国 进入了西大陆中部地带的百战之地 这里百国灵力 乃是西大陆四大帝国 新兰 曼罗 拉托维亚 埃克斯之间的缓冲地 往往七八座城市就独立为一国 进入到这片地狱后 西方赶来的玄界高手已经达到了七八百人 至此 他们不再太过担忧了 即便有意外发生 他们也能够抵挡一段时间 空中飞行的大军更加声势浩大了 这些修者或驾驭云朵 或脚踩法宝 或驾驭神龙 通过各个人类城市上空时 让所有人目瞪口呆 穿越过百战之地 放眼望去是一片金色的大沙漠 穿过这片浩瀚沙漠 将真正进入败旦圣城的地界 到了这里之后 西土的玄界高手 已经彻底超过了东土玄界高手 一千五百多金发碧眼的高手 或驾驭神龙 或喷发着赤烈的斗气 在远空虎视眈眈的 望着陈南他们 气氛异常紧张 不过 陈南丝毫不在意 以他现在的修为来说 如果两方真的开战 他敢独自上去冲撞一番 飞入这片无际的大沙漠 陈南无限感慨 在这片大沙漠中 他经历了数场难忘的生死大战 当初一日 斩杀樊臣八大爵士高手 创下一个正式的传说 便始于这里 光明教会的外围高手 暗黑教会的双子圣龙骑士 度假玄界走出的几兄弟 一切的一切 都已经烟消云散 八大高手的倒下 换来了陈南的正式威名 强者永远是 他在强敌的尸骨上前进的 浩浩荡荡数千人飞进大沙漠 陈南身边 唯有两条龙 以及纳兰若水 他们和众人 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 纳兰若水本想离他而去的 不过 他似乎已经感觉到 在人间时日不多 想留下一段值得回忆的时光 只是 事情往往会心愿相反 轰 无风无云 天际炸神雷 轰轰轰 雷声大作 不绝于耳 高空之上电光朔朔 雷声震耳欲聋 哦地神啊 天空碎裂了 快看 龙宝宝精益地望着高空 吃惊地用一双小爪子指点着 高天崩碎了 一道巨大的神光直冲而下 像一根天柱一般 自那片破碎的虚空 连接到了地面 圣洁的光辉 如水波一般 自那道光柱荡漾开来 十几名六翼高阶 天使自高空 沿着光柱飞临而下 所有人皆白衣飘飘 容貌绝美 透发着圣洁的气息 另有数十名可爱的小天使 天然起舞 跟随飞下 透发着神圣的光辉 无论是西土玄界高手 还是东土众人皆无比震惊 天界神灵竟然降临凡尘 看得出那巨大的光柱 是一道神秘的空间通道 天界竟然与人间相连在一起 并没有引来可怕的神法 神说 好肥大的天使翅膀啊 龙宝宝小声嘀咕道 我吃过烤鸡翅膀 烤了翅膀 就是没吃过烤天使翅膀 不知道好不好吃 小东西一双大眼 鸡里咕噜转个不停 咚 巨大光柱之上的高天 传来一声鼓响 那兰若水郊区顿时一阵 咚咚咚 三声鼓响过后 那兰若水原本黑亮的毛子 顿时暴射出两道金光 他的身躯连连颤抖 最后抱着头发出一声轻笑 啊 砰 洁白的羽翼伸展地开来 那兰若水悬浮在空中 转身面向陈南 悠悠一声长叹 道 我要走了 陈南你保重 为什么 难道是因为天界的鼓声 是因为他们在召唤你 你凭什么要听他们的安排 陈南转过身来 大声冲着高空喝道 今日我陈南站在这里 我看你们如何能够从我手中 将那兰召回天界 咚咚咚 高天之上神鼓声不断 越来越急促 纳兰若水的身体 爆发出阵阵耀眼的金芒 他有些气宛地看着陈南 道 我身体内流淌着圣战天使的血液 如今我圣战家族流传下来的战鼓 已经对我敲响 我无法违背先祖炼制 而成的神鼓的意愿 我不得不重返天界 召唤阵已经打开 贯通了天地 只等我进入 哼 陈南一声冷哼 在虚空中一步跨出 瞬间便进入了 那道巨大的光柱 他仰天大喝道 都给我躲开 里面的十几名高阶天使 与数十名小天使 感觉自己的身体 仿佛被禁锢了一般 而后如大海中的 一叶小舟一般 被抛飞了 陈南仰天一声怒吼 血法倒数 在光柱中 一拳向逆天向上轰去 轰 漆黑如墨般狂霸的魔气 瞬间将璀璨的光柱吞没了 磅礴的力量 如东海之波逆空而上 席卷向天界 好好浩荡荡的恐怖魔气 沿着召唤阵 所开辟出来的空间通道 冲上了天界 高天之上 鼓声顿时停息 传下来阵阵暴怒声 反间何人敢破坏 天界主神之势 一股莫大的威压 顺着光柱笼罩而下 哼 陈南一声冷哼 腾空而起 身体如流星一般 逆空而上 冲了上去 而后挥出了一记魔拳 同时拍出一记灭天手 全境击破了 冲下来的神圣威压 方圆十几丈 乌黑的灭天手 则狠狠地 印尽了那片灿灿虚空中 高天之上传来一声闷哼 同时传来阵阵惊叫声 轰的一声 天界虚空大开 灿灿金光照耀进凡间 数十条金色的身影 处立在高空那片绚烂的金光中 强大的威压笼罩而下 令众多玄界高手 暗暗惊骇不已 许多人都感觉有些难以承受 陈南仰天大喝道 天界主神你们听着 今天我陈南在此 想要召唤纳兰若水进入天界 先问问我这双魔拳 陈南威然立于巨大的光柱通道中 他冷冷地注视着高空 尽管上方并列着数位主神 但是他却傲然面对 无论是东土玄界高手 还是西方闻讯而来的诸多强者 无不在心中暗暗震惊于 陈南此刻的狂放姿态 这实在太过疯狂了 居然敢向天界的主神叫板 想要独抗数位神王级高手 太过嚣张狂妄了 陈南你太过狂妄了 主神的事情 岂是你一个凡人能够管得了的 速速避退 否则让你行神俱灭 一个威严的声音自天界传来 同时一道神阀从空而降 璀璨的金光向着陈南劈去 陈南傲然而立 任那金光冲来 神阀之光在冲到他进前时 快速烟消云散 血发乱舞 他仰天大喝道 天界到底是不是你们说了算 我不清楚 但我知道 人间的这片沙漠我说了算 想要召唤纳兰弱水进入天界 你们尽管下来 我陈南接招就是 第512章 殴打主神 陈南立于巨大的光柱通道中 昂然面对天界主神 一个人敢挑战数位主神之天威 当真是一个胆大包天的人 无论是东方的玄界高手 还是西土的强者 皆感觉无比吃惊 几位主神眉头直皱 他们深深知道 下方那个狂傲不羁的男子 的确是个问题人物 陈南之名早已震惊天界 先是在西土洗劫雷神殿 让雷神颜面尽失 成为天界笑柄 而后大战东方天界 与数位神王结怨 尽管遭到围剿 但他却不可思议地活了下来 在众多强者 想取他性命的情况下活下来 是不能间简简单单用 幸运来解释的 必然有其过人之处 东东东 神谷在想 天界主神没有回应陈南的话语 但却用实际行动表示 他这个人间的凡人 不能违抗主神的意志 纳兰若水露出痛苦之色 原本淡金色的长发 此刻如阳光般金灿灿 黑色的眸子 彻底化为金色 一对洁白的羽翼 也突然转化为金玉 整个人透发出一股磅礴的威压 圣战一族的血液沸腾了 号称战力最为强绝的种族 其真正最后的觉醒 在今日完成了 纳兰若说金色的眸子猛地 射出两道灿灿光芒 里面的忧怨 与不舍在刹那间消失了 他冲天而起 快速飞入巨大的空间通道 正面对着陈南 话语中少了一分真情 多了一分冷漠 道 从前种种 我将永迹于心 将成为最为珍贵的记忆 但是 现在我必须走了 我做做天界圣战一族最后的血脉 是为战而生 为斗而活的 看着渐渐陌生的面孔 陈南的心猛力震动了一下 这个少女已经不是纯粹的纳兰若水 也许她还保留着纳兰若水的记忆 但是她的形势准则 此后将完全不同 陈南一步跨前 瞬间出现在她的身前 圣战一族 你们引以为傲地 莫过于强大的战力 我如果打破你们不败的神话 将你的圣战羽一拔除 赐予你东方的仙神之力 你是否会变回原来的纳兰若水呢 没想到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 我们现在就要为敌吗 纳兰若水的声音无比冰冷 我知道你多了有些莫名的记忆 已经不是原来的你 不过没有关系 我将打散你所谓的圣战记忆 让你变回原本的你 就看你有没有这样的实力了 纳兰若水身上爆发出万岛金光 一股杀气直冲消汗 陈南静静地看着她 我从来没有想过与你相搏 但是你不是真正的纳兰若水 我要让你找回真我 说到这里 陈南的体内 狂猛地爆发出一股滔天的魔气 滚滚魔云笼罩了大半片沙漠 远处众多玄界高手 当真吃惊到极点 他们总算听明白了一些 暗暗精逸 陈南太过胆大包天了 破除黑暗 让光明洒遍大地 圣耀人间 纳兰若水当先出手 毫不留情 发动了神级静咒魔法 猛烈的元气波动直上九霄 无比刺眼的光芒 快速爆发开来 让天上的太阳都黯然失色 众多的玄界高手 暗呼不好 所有人各自施展绝学 快速向着远空冲去 他们不可不是寻常之人 早已感觉到 两大高手的可怕气息 两强大战 必然要打个天崩地裂 神级静咒还未真正开始 高天之上就已经引来了天法 随后伴随着刺目的光芒 静咒魔法圣耀人间普照大地 天法融入恐怖的魔法能量中 狂猛地向着陈南轰击而去 天地间一道巨大的光柱 自云霄之上连通到大地 声势害人之极 无比的魔法能量 让观战的所有玄界高手 心惊胆战 陈南根本没有躲避 瞬间就被那道贯通天地的 巨大光柱淹没了 远处发出阵阵惊呼 那可是神级静咒啊 巨大的光柱 粗足有数百丈 可想而知 其中蕴含的恐怖威力 陈南尽管在神王之劫时 对抗过静忌天雷 但在那一特殊 时刻他体内有无尽的生之能 让他能够快速复原 咔 陈南被耀眼的强光吞噬了 大沙漠一阵剧烈摇动 待到许久之后 光芒消失 一个无比深邃的巨坑 出现在沙漠之上 在高空向下望去 深不见底 许多玄界高手顿时傻眼 难道说 陈南一个照面 就被圣战天使轰杀了吧 不过 还未等他们多想 一股滔天的魔气冲天而起 陈南如魔神一般 缓缓飘浮而上 周身上下覆盖着青色的玄武甲 周围飘浮招数把神兵保认 他毫发无损 而且玄武甲之上 隐隐有雷光在流动 那万丈雷电 似乎全部被他吸收了 神级静咒 似乎成为了他的养料 哗啦啦 一声震天大响 一道巨大的锁链 自陈南那里 如蟒蛇一般 快速冲天而起 向着纳兰弱水席卷去 纳兰弱水急忙伸展 圣战神意 快速冲天而起 不过那巨大的绳索 似乎无尽长一般 陈南立于虚空中 微然不动 但是水桶粗细的绳索 绵绵不绝逆空而上 快速追上了纳兰弱水 荡起阵阵乌光 哗啦一声 就捆覆在了他的身上 陈南一声大吼 猛地用力一拉 将纳兰弱水扯了下来 这 众多玄界高手目瞪口呆 圣战天时 乃是神王级高手啊 不会就这样被陈南捆覆住了吧 纳兰弱水 发出一声轻笑 抖动的巨大的铁锁 哗啦啦响声不断 最后 他化作一道鸿芒 脱离了锁链 冲上了高天 不过陈南比他更快 神王一一展 刷的一声 拦在了空间通道的前方 而后大龙刀 猎空剑 石杆当 定地神术 困天锁全部飞出 数剑瑰宝 一起向着纳兰弱水 笼罩而去 陈南曾经想借助禁忌天雷 驱除体内的神兵之魂 奈何根本无法撼动 壮大了不少 连带着几件瑰宝的本体 都跟着比以前更加神异了 已经都能够自由引入他的体内 随着他的意念而动 就眼下来说 这无疑一向绝大的助力 但是他不知道 在那遥远的未来 几件瑰宝 会否成为他的大患 铁锁 龙刀 神术 长剑 使敢当吞噬禁忌天雷的力量之后 此刻比之先前 更加威力绝大 化作一道道神光 将那蓝弱水包围在里面 为了尽快拿下那蓝弱水 陈南动用了全力 在神兵包围对方之后 他自己也如一道神盲一般冲了过去 而且快速来到了 那蓝弱水的境前 当 巨大的光剑 狠狠地斩在了陈南的身上 不过未用玄武甲护体 陈南仅仅用一剂魔拳 就击碎了那道光剑 闪烁着晶莹光彩的拳头 毫发无损 这就是经过禁忌天雷 淬炼而成的可怕魔体 同级别的神王 很难伤到他 空中光影闪烁 那蓝弱水 对陈南展开了灵力的攻击 不过却根本难以伤到对方 一刻钟过后 灿灿光芒闪烁 几道魔法攻击 均被陈南破除 龙刀 裂空剑 时赶当 定地神术 阻住了那蓝弱水的退路 铁锁神出轨 梅再次缠在了他的身上 这一次 陈南没有给他挣扎的机会 快速俯冲过去 打出一道道浩瀚的指令 用困神指封住了他的功力 那蓝弱水 被陈南锁服 该死 高天之上传来一声愤怒的咆哮 道 圣战天使才刚刚觉醒 战力还远远没有达到巅峰之境 与此同时 一股浩瀚的神力 自高空笼罩而下 磅礴的威压 让远处的玄界高手 无不心惊胆战 一个高大的身影 缓缓降落而下 在他的周围 涌动着滔天的烈火 灼热的火焰炙烤着这片沙漠 将下方的沙地都烧红了 而在他的身后 跟着数十名的天使 当起阵阵祥云 将他映衬得更加神武 卑微的人类 你竟然大逆不到 违抗主神的意志 我是元素火神凯奇的弟弟齐曼 前来执行神法 这样说来 你勉强算一个主神 齐曼大怒道 卑微而嚣张的人类 你太放肆了 哈哈 陈南大笑道 虚伪的天界主神啊 你明明知道 我已经达到了神王之境 居然还敢如此蔑视 我为卑微的人类 是想用来突出的你的强大 还是想证明天界高高在上呢 今日 我如果不狠狠教训一下 你这个不知道为何谦卑的家伙 你是不会长记性的 哗啦啦 陈南一抖困天锁 将那蓝弱水送进了那天地 当再次转过身来时 气质完全变了 整个让人如一把 刚刚出窍的绝世凶剑一般 双眼中闪烁着狂野的光芒 他嚣张地脱下了玄武甲 让他化成一个巨大的神龟 与另几件龟宝 一起冲天而起 截断了奇曼的退路 陈南冷冷地笑道 方才我怕伤到那蓝弱水 束手束脚 现在终于可以检验一下神王之力了 他化作一道神光 破碎虚空 瞬间冲了过去 滔天的魔气汹涌澎湃 整片天地位置震荡 永恒的神火 烧尽这世间的一切罪恶吧 奇曼口中涌唱着火系神级静咒 滔天的烈火 漫天狂舞而下 下方沙漠中的细沙全部融化了 变成了岩浆在滚滚而流 可以想象 此时此刻 这里的温度有多么炽热 所有的玄界高手 都早已避退出去了树里之遥 远远地注视着这里 陈南毫不畏惧 他竟然生猛地冲进了那无尽的烈火中 漫天的魔气在涌动 瞬间将天际熊熊燃烧的烈焰吞没了 滚滚魔云中火焰跳动 陈南经过天雷淬炼的体魄 身上的肌肤近乎晶莹剔透 闪烁着奇异的光芒 熊熊神火 竟然难以耐和他分好 仅仅一眨眼的功夫 陈南便冲过了漫天的火云 快速冲至奇异身前 而后一记凶狠的魔拳挥出 碰 啊 具有神王义的陈南速度实在太快了 在奇异不可相信的神色中 一拳轰击在了他的下巴上 鲜血飞溅 数颗雪白的牙齿飞落而出 奇异痛苦地抱住了下巴 姿势异常不雅地摔向了远空 不仅众多玄界高手目瞪口呆 天界几位主神 也是满脸不相信的神色 奇异居然一照面 就让人打掉了几颗牙齿 这实在太过让人无语了 哦 还不快去抢啊 那可是堂堂主神的牙齿 是天界元素火神的包地啊 那可是炼制上等神器的绝佳材料啊 痞子龙唯恐天下不乱 嗷嗷乱叫起来 这样一喊 几位西方的魔法师还真纯纯欲动 不过到底还是忍住了贪念 开玩笑 那可是一位主神的牙齿啊 现在去抢 当真是活腻了 真是无用啊 难道所谓的主神 就这样不禁打吗 陈南涌动着滔天的魔气 立身于虚空中 手中夹着半颗雪白的牙齿 道 无趣 该死的 竟敢偷袭我 我要让你形身俱灭 奇异愤怒地咆哮着 一手捂着嘴巴 一手点指着陈南 在这一刻 他彻底狂暴了 他知道 如果不能够将陈南灭杀 那么 即便他平安 返回天界 也必将成为天界最大的笑柄 居然被一个人类高手 在人间打落了几颗牙齿 这当真是滑天下之大计 比之雷神殿被疯狂洗劫 还要滑稽可笑 奇异周身上下神火滔天 将整片天空都烧红了 作为元素火神的弟弟 其高深莫测的火系法术 是非常可怕的 满头火红的头发乱舞 他咆哮着冲向陈南 在神火涌动中 他的双手合力握着一把光剑 赤裂的神光直冲消汗 杀 杀 陈南同样吼笑着 浩荡起漫天的魔云 疯狂地冲了上去 激烈的坑枪之鹰 响遍天际 虚空不断破碎 被两大高手撕裂开一道道 可怕的空间大裂缝 两人如两道长虹一般纠缠着 自高天打入了地面 又自地面冲入了地下 最后又在刺眼的光芒中 破入虚空 高天崩碎 大地站立 下方的大沙漠 如汹涌澎湃的大海一般 最后巨大的沙浪 直冲千丈高空 搅碎了片片空间 无尽的沉沙弥漫在空中 大战激烈无比 就在众人以为 两人必将以两败俱伤收场之际 空中传来阵阵惨叫 齐曼再次捂着嘴巴 以非常不雅的姿势 摔向大沙漠中 这一次 十几颗雪白的牙齿 飞落而出 众人目瞪口呆 战场上鸦雀无声 不过瞬间 就被紫禁神龙打破了沉寂 嗷乌 拍卖神器材料了 主神的牙齿啊 走过路过 不容错过呀 嗷乌 众人再也忍受不住 发出一阵哄笑 高天之上 天空之门内 站立的几位主神 如同身瘦一般 气得脸色潮红 实在太丢人了 主神在人间被人胖揍 打落牙齿 这实在太过滑稽了 神的威严荡然无存啊 陈南展开神王意 快若流星一般 冲进了大沙漠中 追上了刚刚衰落下来的齐曼 齐曼双目涌动着愤怒的火焰 撕裂开一片空间 催发出无尽的紫色神火 恨不得立刻将陈南 立刻稍微灰烬 然而 那最为炽烈的神火 依然无法奈何陈南 禁忌天雷淬炼而成的魔体 实在太过可怕了 修为和他相近的人 如果没有特殊的神通 真的根本难以伤他分毫 任那熊熊烈火加身 陈南毫无巨色 冲至近前 灭天手快速批出 巨大的黑色手掌 足有方圆十几丈 轰隆一声大响 狠狠地将齐曼轰进了沙漠之下 在巨大的手掌印中 留下一个人形的图案 紧接着 陈南擎龙手顺势挥出 快速将齐曼自地下抓了出来 用力抛向高空 而后巨大的灭天手印 再次狠狠地盖下 碰 齐曼再次被轰进沙漠之下 可怜的主神居然被接连狂轰 该死的 齐曼嗅恼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冲出来之后 运用浩瀚神力 撕裂开空间 两道交叉的空间大裂缝 向陈南劈去 齐曼已经看出 魔法能量似乎根本难以伤到陈南 于是想动用可怕的空间斩 然而 陈南的魔体之强悍 超出他的想象 这样的空间力量 也撕不开陈南的身体 碰 再次被灭天手轰进沙漠 齐曼死的心都有了 这实在太丢人了 高贵的主神居然在人间被人狂殴 更为可怕的事情还在后面 陈南再次将齐曼从沙漠之下揪出之后 将这个天界的主神 荡成了沙包 拳脚相向 片刻间 将这个原本英俊潇洒的主神 殴打得鼻青脸肿 这 远空的众多玄界高手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这是真的吗 那可是一个传说中的主神啊 天空之门内的几位主神 都一起羞愧地 想要哭泣了 神说 这个世界太疯狂了 龙宝宝小声嘟囔道 难道我真的能够尝到 考主神翅膀的滋味 第513章 事件扩大化 元素火神的青弟弟齐曼 被陈南暴打于沙漠 对于堂堂天界主神来说 这简直不可想象 他们本为世人膜拜的神灵 向来被世间的人类所供奉 尽管玄界有些高手与他们不睦 但是也绝不可能发生这样荒唐的事情 哪有主神被人在人间狂殴的事 轰 齐曼身上突然火光冲天 而后身体在刹那间爆碎 或做点点火光消散在空中 远处 众多玄界高手惊骇 陈南该不会真的将齐曼轰杀了吧 如果真是这样 那么麻烦太大了 将天界一个主神打得形神俱灭 极有可能会引发 天界与人间的剧烈冲突 陈南愕然 他觉得自己还没有动杀心呢 不过在一瞬间他明白发生了什么 不远处 点点火光重新聚集在一起 一个完整的齐曼出现在虚空中 该死的 齐曼咒骂着 作为元素主神 他们当然不可能这样容易死去 在危急关头将身体化为元素 是他们的逃命绝学 今日 陈南如此生猛 超出了他的意料 不断遭受打击 为了逃命 他不得不化身为火元素 而后又在远空重组肉身 刷 神光一闪 陈南展开神王翼 瞬间就破空至齐曼身旁 轰的一声 再次将之打入沙漠中 天界的耻弱 本为高高在上主神 却在人间屡遭暴虐 让天界众多主神 跟着颜面无光 一道灿灿神光 自高天之上照射而下 古老的召唤阵 开启了一道天门 想要强齐曼强行带上天界 齐曼羞愧愤恨无比 但是也没有办法 如果再继续待下去 只能会继续遭受羞辱 根本不可能 战胜那个可怕的对手 只是 陈南不可能让他这样离去 既然已经动手 即便不杀死对方 但也要先将他俘虏过来 大龙刀斩破虚空 发出激昂的龙笑 璀璨的刀身快速化形 在一刹那化成千丈残龙 如一朵青云一般舞动而来 瞬间就搅碎了 那神光通道 轰隆隆 天崩地裂般的巨响 爆发在沙漠上空 空间通道被声声轰散了 齐曼脸色铁青地被甩了出来 陈南大笑道 既然你已经下界 这样着急回去干嘛 你不是说 要对我进行审法审判吗 来吧 我们继续 齐曼狂怒 最后整个身体呼的一下燃烧了起来 惊得高天之上的几位主神 都发出了惊呼 齐曼竟然动用灵魂之火 号称与敌巨坟的亡命昭示 燃烧的是灵魂之能 漫天的火焰在汹涌 下方的大沙漠 方圆二十里化成一片火海 所有的细沙全部融化 岩浆如河流 似海洋一般在涌动 陈南感觉到了一股危险的气息 不再用自己强横的肉体 去应接那妖异的火焰 他展开急速身法 在远空不断打出一道道 破碎虚空的掌力 轰杀齐曼 天界的主神们 本不愿落下群殴人间高手的不好名声 但是现在再也不能坐视不理了 再这样下去 齐曼必死无疑 如果发生这样的事情 天界诸神的威望 必然遭受到严重打击 当下 便有两个主神要进入人间界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愤怒的咆哮 自九天之上传来 主神当中的强者雷神驾铃 该死的 这个卑微的人类 一次次挑衅主神的威严 这一次终于被我得知了他的下落 我要待天而行 对他进行末日审判 巨大咆哮声不仅响彻天界 朕的高天之上 召唤阵法前的所有天使 遥遥遇倒 更是清晰地传到了人间界 可想而知 雷神此刻有多么的愤怒与激动 守护在天界召唤阵旁的几位主神 看到雷神降临 都知道他法力高深 是这一代主神中的上位者 更知道他被四个大道洗劫的笑柄 当下想笑又笑不出来 雷神咆哮着 自召唤阵法中 躲避过天法 沿着巨大的空间通道 俯冲而下 这是一个异常高大的男子 比寻常人高出足有半截 满头的紫发狂乱地舞动着 皮肤也呈暗紫色 一道道雷光环绕在他的周围 脑门上一根根青筋再暴跳不断 双眼紫光暴射 如凶神恶煞一般 一道巨大的紫光从天而降 如一道紫色红芒一般 照亮了天地 不过瞬间就打入了奇曼的体内 将那熊熊燃烧的灵魂之魂浇灭了 奇曼如同虚脱了一般 精神唯米不振 在空中摇摇欲坠 当他看到雷神后一阵汗颜 现在他们可谓难兄难弟了 都栽在同一个人的手中 丢进了颜面 卑微的爬虫 我要抽了你的筋骨 扒了你的皮 雷神再次看到陈南后 浑身都在颤抖 正是眼前这个家伙 让他这个当代主神中的上位者 成为天界笑柄 最让他无法忍受的是 几乎所有高贵的女神 都对他失去了兴趣 在背后对他指指点点 甚至与许多低阶的天使 看向他时 眼中都流露着异样的光彩 一切都是败眼前之人所赐 面对雷神的咒骂 陈南面带微笑 道 这不是天界伟大的传奇 无所不能的雷神殿下吗 赞美所有的神灵 今天真是一个神圣的日子 能够在今天与伟大的雷神重逢 真是太让人意外与惊喜了 感谢你的慷慨与大度 那片雷神殿真不错 非常的雄伟壮观 如天公鲜雨一般 如今已经成为了我的私宅 轰 回答给陈南的是 无尽的雷火 漫天的紫色雷光 如巨大的雨点一般 狂暴地清晰而下 瞬间就将它淹没在里面 雷神本来就恨得牙根都痒痒 在被陈南那些话语一击 气得险些被过去弃去 焉有不狂暴之力 这才是劲敌 陈南涌动起无尽的魔气 如滔滔大河一般 逆天而上 狂霸无匹的魔云 如飓风一般 与那铺天盖地的雷光 冲撞在了一起 咔 巨大的雷鸣之音 自魔云中不断传出 虚空崩裂 能量浩荡 恐怖的波动 让这片天地剧烈摇动 远空的众多玄界高手 都受到了波及 雷神紫色的眼睛 已经变成了血红色 紫发倒数 疯狂地向着陈南冲了过去 陈南也毫不示弱 穿越过魔云与雷光的交界地带 狂猛地轰出了灭天手 向着雷神扑去 巨大的灭天手印 与雷神的紫色大手 凶横地轰撞在了一起 雷神大吼 面不争宁 竟然生猛地突破了 可怕的黑色巨手 一拳向着陈南轰来 巨大的闪电跟随而至 虚空裂开一道道可怕的巨风 不愧为当代主神当中的上位者 比之奇曼要强上太多了 陈南不避不闪 闪烁着奇异光彩的右拳 直轰而出 通天洞的魔攻全力运转起来 轰 雷神巨大的紫色拳头 与陈南那的右拳撞击在了一起 一阵天摇地动般的大爆炸 以它们为中心 在一刹那扩散了开来 漫天都是雷光 漫天都是黑色魔气 疯狂的能量波动 席卷整片天空 将远方几朵白云 都生生轰散了 下方的沙漠方才被奇曼的灵魂之火烧的 融化成了岩浆 现在还火红无比 晶空中的能量流筐猛肆虐 更是喷发起来 直上千百丈高空 火蛇乱舞 令高空绚烂无比 更是险恶无比 雷神与陈南激烈地冲撞在了一起 狂暴的大站着 在空中留下无数道残硬 空间不断崩裂 咔 雷神突然打开了自己的那天地 里面是一片雷云的世界 无尽的紫光 是那片世界唯一的景色 狂暴的向外汹涌澎湃而出 想要将陈南瞬间轰得粉身碎骨 轰 陈南的那天地也打开了 近身入神王领域后 他的那天地无限扩大 不过还未经过修整布置 里面虽然隆起片片高山 但混沌地带同样横跟其间 没有形成完整的广阔领域 嘿 正好见你雷神力 帮我开凿那天地 破除混沌阻隔 陈南冷笑 无尽的雷电风暴 如汪洋一般冲进了陈南的那天地 被他暗中引导着快速冲垮一道道混沌阻隔 打通了大片广袤的地狱 雷神暴怒 瞬间明白了陈南在干什么 快速关闭了那个雷电世界 又开始和陈南近身决战 激烈的大战 让两人从天上打到地面 直冲入那片还未凝固的岩浆中 在众多玄界高手木凳口袋中 两人近乎不死的神王体魄 在岩浆中没有受到丝毫伤害 像是在水波中激战一番 搅起无尽的岩浆大浪 最后 两人纠缠着再次打到了天上 雷神彻底狂暴了 他没有想到 以前被他追杀的狼狈逃窜的无耻大盗 居然已经和他争斗的不相上下 实在让他无法想象 大敌当前 恨不得将之四分五裂 但却无法奈何对方 雷神气恼的肺都快炸了 而就在雷神和陈南酣战之际 猛然间感觉后方不对劲 紧跟着感觉双耳轰鸣 头部剧痛 他愤恨地转过头来 只见人形的紫金神龙 拎着双截大棒子正在对着他 黑黑傻笑 雷神险些气昏过去 没有想到 对方竟然偷偷破碎空间 直接出现在他的背后 用双截棍狠狠地雷在了他的后脑上 这当真是奇耻大辱啊 他一眼看出对方的本体 正是当初的四个大盗之一 没有想到 居然被对方偷袭得手了 怒火直欲 燃尽九重天 感受着后脑那阵阵剧痛 他暴怒 转身不要对付紫金神龙 不过一阵剧痛自他的下巴处传来 他失神之际被陈南狠狠地灌了一圈 紫金神龙绝对不是什么好鸟 打了一劲梦棍 发觉居然没有重伤对方 顿时有些发傻 不过看到陈南一拳命中雷神下巴 他如梦方形 老痞子在雷神暴跳怒吼之际 又是一劲梦棍 碰 还是原来的老地方 即便雷神具有近乎不死的神王体 但被同为神王的老痞子 狠狠地在同一个地方打了两劲梦棍 还是有些忍受不住了 那后脑之上 一个巨大的肉包快速隆起 雷神疼痛外加气氛 简直要晕过去了 没有比这再憋屈的事情了 哈哈 打中了 再来一劲 紫金神龙狂笑着 又是一劲梦棍 碰 已经和陈南撕扯在一起的雷神 差点郁闷死 因为 他真的又挨了第三劲梦棍 奈何 他和陈南现在已经扭打在了一起 无力去披杀老痞子 远处的众多玄界高手 目瞪口呆 老痞子实在够无耻 本身已经是神王级高手 居然搞偷袭 而且失去二打一 这是真正的高手所不耻的事情 但老痞子 却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 天界的主神怒了 他们有几位高手 一直在注视着人间的大战 如果想要不顾身份的群偶早就做了 眼下 既然紫金神龙无耻地破坏了规矩 他们再也没什么顾忌 历时有两位主神俯冲而下 当然 最先出现在老痞子近前的是奇曼 他并没有返回天界 一直在沙漠上空观战 哦 龙大爷正好也要找个练手的 就是你了 紫金神龙与奇曼大站在了一起 看到天界飞下两位主神 雷神暴怒地喊道 不要过来 我要亲手灭杀他 他以前曾经因为陈南 而成了天界笑柄 如果现在还需要别人 来帮助他捉拿陈南 将无法洗净原来的耻辱 他郁闷地咆哮道 给我好好观战就可以 如果再有哪个混蛋来偷袭我 给我杀了 不知道为何 陈南感觉有些不安 他觉察出 空中有一股极其庞大的力量波动 正在悄然涌动 他决定速战速决 不能够再继续检验自己的不灭魔体了 刷刷 五道光芒闪现 自陈南处 快速奋出五条身影 无论样貌 还是身材 皆与他一般无二 身外化身 看我一个个将它们击碎 雷神冷笑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大龙刀 猎空剑 后翼弓 玄武龟 困天锁 实感当快速飞制 除却本体 穿上了玄武甲之外 五大化身各吃一件瑰宝 将雷神包围了 许多仙人都能够奋出化身 不过一般的人不愿动用 因为化身 被击碎后 本体也将受牵连 但是 如今的陈南肉体 经过禁忌天雷淬炼后 已经近乎不灭魔体之境 故此他才敢放心地奋出五具化身 五具不灭魔体 与陈南心意相通 各吃一件瑰宝 发挥出的实力 竟然与他不相上下 不担心被毁灭 毫无顾忌地放手搏战 顿时让雷神露出了惊恐之色 雷神集中全力 想要灭杀掉陈南的一具化身 但是他心惊地发现 化身强横的体魄 超乎他的想象 他的确能够轰杀 但是却需要时间 需要特殊的手段 只是眼下陈南 绝不会给他时间 大龙刀刀芒冲天 裂空剑破碎虚空 困天锁漫天舞动 后翼弓剑芒追魂 最为可恼的是 手持实感当的化身 似乎相当金属打闷棍 拍板砖 围攻雷神之际 在紫禁神龙偷袭的那个部位 狠狠地砸上了两剂 雷神直欲抓狂 哗啦啦 最后 雷神终于不敌 困天锁神出鬼末般 缠绕在了他的身上 将他捆覆得难以动弹一下 手持实感当的化身猛力拍下 砰的一声 雷神险些背过气去 后脑在遭重击 他知道 那里估计已经长出了肉鸡脚 他被狠狠地拍下了高空 摔落在一片沙地上 陈南与五巨化身快速冲下 陈南一脚踩在了雷神的胸膛之上 强大的雷神 竟然被陈南升擒了 惊得所有人都有些不敢相信 高空之上的两位主神 立刻俯冲而下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股滔天的能量波动 在这片沙漠上空 剧烈汹涌起来 而后一道血红的光柱自天际 笔直射入地面 又是一条空间通道 里面魔气涌动 两条魔影快速自高天 沿着血色通道冲下 哈哈 陈南好样的 我暗黑大魔神 还有名神来支援你来了 远处众多的玄界高手 感觉一阵头皮发麻 他们知道 这回事情真的闹大了 陈南一正 不过瞬间大笑道 哈哈 暗黑大魔神与名神殿下驾铃 当真让人惊喜啊 说来我真的很想与你们合作 听说上代暗黑大魔神与名神 似乎被封印在十八层地狱 不知二位可想与我去大闹上一场 这下 不光玄界高手 觉得事情闹大了 就连雷神一方的几位天界主神也知道 麻烦大了 天大的风波就要发生了 第514章 乱了 一道巨大的血色光柱直插云霄 贯通了天地 与旁边那道圣洁的空间降通道并排而立 暗黑大魔神从容不迫地自里面走出 高足有丈许 身着玄色魔甲 如瀑布般的黑发 狂乱地披散在胸前背后 淡淡的黑雾缭绕在他的周围 一双魔眼 如两盏明灯一般 在黑雾中 闪烁着射人心魄的光芒 额头正中央 一根紫色的魔角 分为三叉 弯曲向天 让他显得更加猙獰害人 无形中透发出的威压 让远空的众多玄界高手 忍不住一阵战力 这是一股发自灵魂的恐惧 仿佛太古凶兽出龙一般 给人一股惶恐的压迫感 这只是暗黑大魔神 流露出的寻常气息而已 可想而知 这个传说中的魔王 有多么的恐怖 明神整个人 都隐在浓重的黑雾中 身躯看起来非常健硕 但是也只能看出一个轮廓而已 阴煞之气 弥漫在这片沙漠上空 即便是在阵舞的阳光下 也让人感觉阵阵森寒 这两个魔神赫赫有名 明镇天下数千载 是魔神一方的绝对强者 他们一线深烟 不让玄界高手震惊 烟不让雷神一方的几位 主神皱眉 你们东方有一句名言 老子英雄好汉 陈家父子两代人 果然都是英雄了得知呗 一万年前 你父亲搅闹的天界一片大乱 一万年后 你又杀的这帮虚伪的主神 颜面尽失 我非常愿意与你合作 十八层地狱 关押了我们魔神 一方数位绝顶强者 那是我们的共同目标 暗黑大魔神大笑着 虽然的气息 浩荡在这片天地间 陈南心思白转 狡诈的魔神向来不择手段 对方似乎在刻意恭维他 陈南对他们戒备心很重 毕竟与他们只有怨没有恩 不久前 他曾经与大魔 共同灭杀了 血天十一族的转世血黄 难保消息 不会传到这些魔神耳中 而在更早时候 他体内的太极神魔图 更曾经吞噬过一个 不知道属于哪一代的 名神的神格 陈南同样大笑道 哈哈 暗黑大魔神殿下 四号月当空 如雷贯耳 名神殿下更是魔为盖世 今日能够相见 真是三生有幸 这些虚伪的客套话 是必须要说的 陈南豪气冲天的道 既然两位魔神也有兴趣 攻打十八层地狱 何不多派遣下来些人马 我们痛痛快快地 闹个天翻地覆 暗黑大魔神 神情为之一致 笑道 你有所不知 自天界来到人间 天乏之危 主神也要避退 不过 我们有古老的召唤阵图 可以免去一部分凶险 只是太过耗费魔力了 精心准备三个月 也不过勉强能够打开 一次通道而已 时间短暂而有限 而且 根本不能如你所说的那样 大规模地调动人马下界 不然所谓的人间执法者 会号令天下玄界中的强者出世 稍有不慎 可能会引起天人大战 名神在黑暗中 双眸闪动着邪义的光彩 他接口道 我看还是先将眼前的几个家伙解决掉 再谈十八层地狱的事情吧 哈哈 陈南大笑 戒备之心却更重 威风不可一世的雷神 被他踩在脚下 此刻满头子发乱舞 奈何被困天所缠的结结实实 又被几具化身 用龟宝顶在了要害 根本无法逃脱 该死的爬虫 卑微的人类 他口中咒骂不断 对此陈南没有什么反应 但是那个手握时赶当的化身 似乎要将打门棍 拍板砖进行到底 手中两块神石 砰砰两声 再次和雷神的后脑亲密接触 陈南笑了笑 将五具化身收入了体内 几件龟宝围绕在他的周围 他亲自抓着困天锁 手腕用力一抖 发出阵阵哗啦啦的响声 另在场中人的心脏 随着阵战不已 他猛力一甩 将被捆腹的雷神 砸到了暗黑大魔神的脚下 笑道 送给两位殿下一份大礼 要杀要寡随你们 疑惑将冬 如果陈南真的杀了一个主神 麻烦太大了 不过如果交给两位魔神斩杀 那就不是他手当其冲了 两位魔神一阵皱眉 而高天之上的几位主神 更是惊怒无比 这个时候 一个身披黄金战衣的主神 在高空大河道 暗黑魔神 你们如果敢杀死雷神 就等着在天界开战吧 我们已经做好了 打破平衡 血战到底的准备 哼 你们在威胁我吗 我暗黑魔神 从来不受威胁 你要战遍作战 我们早就想和你们血战了 说着 暗黑魔神与冥神同时出手 打出一道道可怕的暗黑魔力 将咆哮咒骂的雷神 包裹在了里面 不过 多是雷神如同死人一般 一动也不能动了 机体似乎失去了活力 名神道 先将他封印 以后说不定能够派上用场呢 陈南先将他压入你的那天地吧 陈南心中咒骂 这两个老不死得很狡猾 嘴上说得厉害 但到底没敢下杀手 他哈哈大笑 爽快地将被封印的雷神 囚禁进自己的那天地 反正已经近乎和主神一方翻脸 那就先拿下这个俘虏 以后慢慢收拾 在陈南打开那天地的一刹那 暗黑大魔神双眼一亮 道 陈南没有想到 你将转世的圣战天使也拿下了 哈哈 不如将他给我们吧 该死的 原来两个魔神 是冲着纳兰若水而来的 陈南心中冷笑 小小的一个圣战天使 何族道哉 远远未如传闻那般可怕 被我轻易拿下了 两位魔神为何这样在意他呢 嘿嘿 我们只是需要圣战天使的血液 去祭祀先辈而言 陈南绝不相信他们这等鬼话 他沉声道 两位魔神殿下对不住了 圣战天使转世之身 乃是我的好友 我既不能让他上见 也不能将他交给你们 暗黑大魔神大笑道 女人而已 修为道了 你这般天地 想要什么绝待加厉不可 天见魔神中 有数位自容绝世的妖娆女 将那圣战天使交于我们 三千加厉任你挑选 说完这些话 暗黑魔神背后的血色通道中 光芒一闪 飞舞下数十名体态或轻盈 或丰满的妖娆魔女 当真是千娇百媚 美艳不可芳物 轻杀飞舞 群衣透明 曲线恶挪 舞姿漫满 骄影迷 透发着无尽的诱惑 绝世的媚态 不过在陈南心中 他们如红粉骷髅一般 坚毅的神王星 不可能被这魔鹰魅舞撩动 我说过 圣战天使转世之身 是我的朋友 这些美色于我来说 如那过眼浮云 所以 我不可能将那蓝弱水交给你们 哈哈 那是因为 你还没有真正见过 我魔神当中最富魅力的女子 而且她可是一位上位魔神啊 陈南打断了她的话语 道 暗黑魔神殿下 我真的不可能将那蓝弱水交给你们 真的不给 魔神与名神 同时爆发出阵阵恐怖的魔气 语音有些发寒 真的不给 陈南斩钉截铁地回答道 金光万千道 高天之上 神圣气息汹涌澎湃 两个金色的身影 快速降落而下 暗黑魔神脸色骤变 道 光明神与战神 陈南抬眼望去 只见一个如骄阳般 炫目的青年男子 在漫天的金色霞光映沉下 缓缓降落而下 正是曾经在星空月电中 帮助过她的光明神 而另一名青年男子 比之光明神气势 似乎更胜一筹 身替黄金战甲 手持黄金圣剑 整个人金光耀眼 如一团熊熊燃烧的神火一般 透发着无尽的战役 这两人乃是西方天界 这一代主神当中有数的高手 在同代中 很少有人能够与他们相匹敌 陈南 好久不见 没想到我们在这种场合 再次毁灭 光明神笑得很灿烂 整个人如同天上的太阳 一般耀眼 多谢光明神殿下上次元首 陈南向来恩怨分明 光明神上次出手相助 与他和雨昕有恩 他是不可能忘记的 战神闭靡八方 看着对面两个老对手 他双目中 透发出熊熊战火 作为天界最为盛名的一脉主神 这一神系的当代之主 有着绝对傲人的实力 即便是强如暗黑大魔神 也有些发出 主神一方 魔神一方 都触动了最为顶尖的高手 难道仅仅为了争夺纳兰弱水 有必要这样大费周章吗 陈南心中充满了疑惑 难道说 圣战天使达到全圣状态 真的有那么可怕 远处众多玄界高手 皆密切地注视着这里 他们凭着本能的直觉知道 今天定然有大事发生 痞子龙已经完圣主神奇曼 不过让老痞子懊恼的是 没有能够擒住对方 让奇曼逃回了天界 他和龙宝宝 也开始密切地关注着几大巨头 光明神笑道 陈兄可否将圣战天使交于我们 带上天界呢 今天虽然那发生了 许多不愉快的事情 但是凭着我们的交情 我愿意担保 所有这一切可以一笔勾销 当做什么也没有发生过 你看如何 暗黑大魔神急声道 陈南你 如果将圣战天使交给我们 我魔神一方 今后尽可能地 帮你实现一个愿望 不过 陈南将暗黑魔神的话 当成了耳旁风 魔神向来狡诈 不择手段 他们的诺言不能轻信 看到两方相争 陈南倒是不急了 他不紧不慢地问道 我很奇怪 转世圣战天使 真的如此重要吗 你们为何这样 急着争抢他 光明神笑了笑 道 既然魔神们都已经知道了 也没有什么可以瞒的了 在天界 我们几位主神 发现一处神窟 里面有数位完好的 圣战天使师身 依据记载 可以用他们后代的鲜血 唤醒他们 让他们恢复生机 如果几位强大的战组复活 意味着什么 可想而知 陈南倒吸了一口凉气 几个不知道什么年代的 老不死复活 对于现在处于平衡状态的 西方天界 当真是一场惊涛骇浪啊 暗黑大魔神 双眼凶光毕露 大喝道 痴人说梦 那几个老不死的 绝不可能复活 说吧 他与名神将神石阶 锁定在陈南身上 看样子 如果事情不对 他们会当先向陈南 出手对付我 就不要后悔我投向另一方 不过你们也清楚 即便我不与任何一方合作 照样能够逍遥天地间 东方数位神王 想取我性命 我依然好好地活着 而且 我还要准给猎杀神王了 你们 如果真的按捺不住 想对我动手 我不介意再多一批敌人 陈南话语狂傲不羁 不过四位神王中的强者 真的没有敢轻举妄动 毕竟陈南的确够强 而而且神王一一展 瞬息万里 他们无法追上对方的影迹 不如这样吧 这件事我们慢慢商量 现在你们 也不用急着回天见 不如我们去十八层地狱 走上一遭如何 听闻陈南如此说 暗黑大魔神笑了 道 好 去十八层地狱 光明神与战神 不禁皱了皱眉头 哈哈 那就冲向十八层地狱吧 说吧 陈南当先向着大沙漠 深处冲去 两条龙紧随其后 四位神王高手 各自对着空间通道上空 一阵传音 挤到身影俯冲而下 会同四人一起向着西方飞去 远处的众多玄界高手 面面相去 乱了 真的乱了 陈南竟然鼓动 天界主神当中的佼佼者 去搅闹拜旦圣城 这下风波闹大了 无数的玄界高手在后面跟随 沙漠上空黑压压一片 紫禁神龙在陈南旁边 兴奋地嗷嗷乱叫道 如果想办法 能够指挥他们 真是一批超级大手啊 龙宝宝也使劲地点头 道 神说 让魔神打下九层地狱 让主神打下九层地狱 我们一起参观十八层地狱 第515章 天堂地狱 光明传承一脉的神灵的实力 是毋庸置疑的 他们曾经一度成为 天界主神的领导者 而战神的可怕实力 更是不可揣测 他们这一席的主神 是真正的斗战圣神 传说他们 与号称战力第一的 圣战天使一族 血缘极尽 并称最强战族 与他们并排而立的 同样是天界强势的两位主神 为元素水神希拉利斯 和元素火神火神凯奇 元素水神希拉利斯 一头水蓝色的长发 自然飘散下 容颜绝美秀丽 一双水蓝色的眸子 四蓝宝石一般美丽 雪白的肌肤如凝脂一般 闪动着盈盈光泽 不过 看似柔美娇秀的女神 无形中却透发着威严 隐约间 有一股如汪洋般的力量 在她周围波动 这就是 所谓的水神威能 平静甜淡石如镜湖 稍微露出些许情绪波动 则如浩瀚汪洋 惊涛千重 在她周围 天地间的水元素 按照她的意志来波动 让人无从揣测深浅 元素火神整个人 如同一团神火般 在熊熊燃烧 整个人周围灼热不堪 无尽的火元素 在汹涌澎湃 而她一头火红色的长发 更是化成了赤烈的火焰 在狂乱舞动着 她愤怒地注视着陈南 她是接到奇迪奇曼的禀报后 匆匆从火神殿赶来的 不过眼下 却不好向陈南发作 毫无疑问 天界的元素主神 绝对是神灵当中的佼佼者 魔法元素力 无人能够与他们抗衡 可以说 无论是权势 还是真正修为 元素神都排在第一线 是最前列的强势神族 现在四位实力超绝的 天界主神下界 这个组合可谓极其豪华 可想而知 他们对转世圣战士 天使的重视程度 魔神一方的出场阵容 同样夺目无比 除却赫赫有名 名传天下数千年的 暗黑大魔神与名神之外 又出现了 两位传说中的魔神 为厄运魔神 和血天使一族的血黄 厄运魔神战力并不是强项 但是他却能够布下厄运结界 能够影响整体大战的走势 是非常邪义的魔神 却闯十八层地狱 光明系 暗黑系的主神免不了混战 魔神一方触动厄运魔神 用意可想而知 至于血黄 他刚刚归于天界不久 乃是陈南的老熟人 不久前 天界魔神一方费尽力气 复活了两名谢天使 让魔神一方 再加两位主神级高手 不想他们下界 去诛杀圣战战天转世之身时 被东方的执法者灭杀 让天界的几位大魔神器 险些气炸废 不过 随后上天又赠送给他们一份大礼 血天使一族中的双子血黄脱困而出 虽然仅仅逃回天界一人 但足以抵得上 先前复活的两名血天使了 血黄何许人也 那可是传说中的血族天才 是有能力破入神皇领域的强者 经过 天界几位魔神的帮助 如今的血黄 虽然没有恢复到当年的巅峰状态 但是其可怕的实力 也足以让人感到心惊了 血黄无比仇恨地怒视着陈南 他与陈南 可谓不共戴天之仇 陈南不仅伏击过他们兄弟二人 而且在不久前 大破弹台封魔帝时 亲手将双子血黄中的另一人 当作祭礼 献给了诸魔阵 杀地之仇 不共戴天 不过血黄毕竟是非常人 尽管有深仇大恨 但眼下这种关头 他也只能暂时隐忍 陈南与两条龙风驰电掣 飞在最前面 对立两方的主神 跟在他们的后方 最后方是众多的玄界高手 陈南带看清两系主神后 眉头不经皱了右皱 两方都有他的仇敌 这样的部署 多半是双方有意为之 是想给他压力 还是想警告他们 如果真的攻打十八层地狱 敌我关系实在复杂 三方随时可能大混战 即便是陈南这个原本的中间人 现在也有了死敌在盯着 穿越过无尽的大沙漠 又飞过一片大草原 陈南他们 这对浩浩荡荡的大军 终于来到了西方的败旦圣城 雄伟辉弘的圣城 在晚霞的映衬下 显得各位雄伟壮丽 彩色的云霞 为圣城镶嵌上倒到金边 远远望去 神圣而又庄严 飞行到这里之后 光明一系的主神 暗黑一系的魔神恨极了这个地方 外界很少有人知晓 历史上消失的魔神 有数位都被人封印进十八层地狱 只是 处于种种顾忌 即便强如天界的大魔神 他们也不愿轻易来这个地方 因为 这里有着太多不为人知的秘密 今日 关系实在重大 他们才屡足这里 而光明一方的主神 同样不愿涉足这里 因为某种原因 所谓的圣城 与他们近乎对立了 这里是第一代光明神所创建的 但是现在的天界主神 早已不是第一代光明神的嫡系了 主神与魔神犹豫不前 跟在后面的玄界高手 不敢逾越他们 陈南大笑道 看你们如此愁愁 难道你们身为天界神灵 还惧怕一座小小的人间 城池不城 我看你们似乎心有顾忌啊 好生让人奇怪 痞子龙黑黑笑道 传说 这个地方可是陨神之地啊 他们当然忌讳了 龙宝宝迷迷糊糊地嘟囔道 神说 太奇怪了 我 怎么心神恍惚啊 我感觉 有什么东西在召唤我 好奇怪哦 我大德大威来了 我来了 说到最后 小龙如同梦义一般 一双大眼 泛起阵阵水波 金黄色的小爪子 使劲地攥着拳头 陈南发现了他意状 心中一动 将小家伙放在了自己的肩头上 对着主神与魔神大喊道 不愿去算了 我先走一步 说吧 他风驰电掣 化作一道光影 冲进了拜旦圣城 轰 在陈南冲进拜旦圣城一刹那 一片绚烂夺目的光芒照耀在天地间 生生截住了他的去路 前方两名须发洁白的老者 带领着数十名神职人员 漂浮在高空之上 其中一名老者 冷冷对着陈南喝道 陈南 我已经听闻 你要率人攻打十八层地狱 可是真的 不错 明人不做暗示 没有什么好隐瞒的 今日我就想去十八层地狱闯上一闯 那就等着神圣审判吧 对于你这样的邪恶之徒 唯有神的光芒 才能够净化你丑陋 卑劣的灵魂 哈哈 神的光芒 哈哈 陈南仰天大笑 双眸射出两道邪义的光芒 用手点指道 你来看 后面那几人是谁 可否是你们供奉的神呢 光明一息的主神 还有几位魔神犹豫了片刻 这个时候 正好冲了过来 可怕的主神威压 与盖世的魔神气息 如苍穹压落大地一般 浩瀚无匹的能量波动 让整片空间都在摇动不已 再加上后方那数千名玄节高手 透发出的强者力量波动 让整座败弹圣城都跟着晃动了起来 光明神殿的执法对所有人都面色大变 虽然他们提前得到了消息 但还是有些难以相信 居然有这么多的强者来犯 而且 最前方的那几人似乎 真的是神灵 唯有至高至上的主神 才能有 流露出如此威压 陈南对于这帮动辄 以异教判定人罪过的神殿执法者 没有任何好感 大喝道 闪开 饶你们性命 不然后果自负 你 邪恶卑劣的异教徒 陈南血发乱发 一声喝寒 打断了他的话语 光明神 暗黑大魔神 如果有诚意就出手吧 清理走这帮拦路者 冲向十八层地狱 轰 光明神光直冲天际 暗黑魔器横跃八方 光暗同物 数十名执法者 全部被震飞 在空中生生抛出去树里之遥 不过几位天界强者 不知道不屑于取他们性命 还是手下留情 没有下杀手 他们就是神 陈南大笑 领着两条龙 冲进圣城内 败旦圣城内 众多的平民 吃尽的张大的嘴巴 难道要进行神战了吗 这么多能够 欲空飞行的人 在他们眼中 都堪比神灵啊 城内所有百姓 都震惊地望着高空 看着如乌云般 飞入城内的众人 所有平民 接目瞪口呆 神说 好热啊 真的好奇怪哦 随着越来越 接近光明教会 龙宝宝浑身 开始透发出阵阵金光 他如金黄色的 小皮球般 蜷缩在陈南的尖头 一双大眼 满是迷茫之色 光明教会中 新神殿内 教皇叹了一口气 对一名神职人员道 去请元老 会那帮元老吧 是 神职人员飞升而去 光明教皇 飞出了神殿 冲上高空 面对着快速 接近的众多强者 同时 神殿内 快速冲上 进百条人影 这些人都是 真正的强者 普通的神职人员 都被暂时遣散了 陈南你真是胆大包天啊 竟然要大破十八层地狱 你可知道地狱一破 意味着什么吗 教皇满脸皱纹堆积 一副风烛残年的样子 不过他双眼 四两道冷电一般 犀利的眼神射人心魄 让后方的众多玄界高手 一阵胆寒 他接着道 十八层地狱破 灾难将降临人间 我是就想看看 所谓的十八层地狱 到底封印了何等的灾难 陈南与教皇对面立 道 你们所信仰光明神都来了 他都没有阻止我 你想越祖带袍吗 哼 教皇冷冷一哼 对后方的光明神等人 丝毫未露出半点敬意 甚至带着一丝蔑视 他高声喝道 我所信仰的光明神 不是他们 一股莫大的威压 快速自教皇那里 汹涌澎湃而出 令所有玄界高手 皆感觉有些吃不消 这个教皇 未免太过恐怖了 其透发出的威势 竟然足以与主神比肩 不过知情的人 并不觉得意外 因为数月前 教皇愤出一缕精神 便轻易击败了 实力近乎神王境界的魔蛙 光明神 战神 元素水神 火神 揭露出一丝尴尬之色 甚至有些恼怒 但却没有延伸反驳 陈南大感意外 真的有些不明所以 暗黑大魔神大笑道 哈哈 陈南你不知道 其中的隐情吧 天界光明一系的神灵 都是叛逆者 他们背叛了 第一代光明神 陈南恍然大悟 他终于明白 第一代光明神的骸骨 为何散落在人间 为何是光明神殿 在努力复活它 而不是天界的主神 还有你们暗黑一系的神灵 你们上代的主神 曾经发过誓 魔神不得侵扰拜诞圣城 难道你们忘记了吗 光明教皇冷冷喝道 似乎根本不将 暗黑魔神一系的人 放在眼里 陈南又是一阵意外 光明教皇实在够强势 竟然敢呵斥几位魔神 这样说来 光明教会真正的实力 岂不是有些害人听闻 嘿 又不是我发的誓言 关我何事 暗黑魔神冷笑 我好热啊 小龙在陈南的肩头 迷迷糊糊地嘟囔道 他身上的金光 更加赤裂了 陈南皱了皱眉头 他多少有些担心小龙 觉得可能是这个地狱 有什么不好的事物 影响了小龙 他大喝道 光明神 暗黑大魔神 我不想和你们绕圈子 有什么说什么 因为如果对主神 耍那样的手段 实在太幼稚 你们都知道我的目的 我也知道 你们需要转世的圣战天使 很好办 谁帮我攻打十八层地狱 我就帮谁 哈哈 暗黑大魔神大笑道 好 我现在帮你拖住这个教皇 除了他之外 语者没有人能够阻挡你 陈南摇了摇头 道 我需要你的诚意 现在你们双方 谁先攻破前三层地狱 我就考虑投向谁 双方都没有延伸 对于他们来说 十八层地狱 有着太多的隐秘与忌讳 哦 真是不够爽快 龙大爷先打前三层地狱 到时候 你们就从第四层开始攻打吧 紫荆神龙一声长笑 身躯在刹那间 化为数百丈 天罚顿时披露了下来 不过他毫不在意 庞大的神龙躯体 闪烁耀眼的紫光 冲天而起 随后俯冲而下 黄猛地向着中心神殿 轰撞而去 教皇眼中寒光一闪 刚要有所动作 不过暗黑大魔神说到做到 果真出手了 无尽的暗黑魔器 笼罩伴座圣城 他深化一道乌光 锁定了教皇 轰 紫荆神龙口中 吐出一道百丈长的 巨大紫色闪电 轰撞在中心神殿之上 巨大的中心神殿 在刹那间灰飞烟灭 远处连片的神殿 都跟着受到了牵连 崩塌了不少 咔 几季神王级的紫金闪电 接连披露而下 随后 痞子龙像个滑溜的 泥丘一般 快速缩小逃了回来 他的做法完全是正确的 巨大的闪电 一阵狂轰之后 中心神殿的地下 即时崩碎的刹那 忽然爆发出一股 直冲消汗的魔器 一根晶莹剔透 长足有十丈的巨大白骨 冲天而起 立于十八层地狱上空 陈南倒吸了一口凉气 几日未见 传说中的止骨 居然发生了变化 变得如此巨大 与此同时 教皇与暗黑大魔神 强猛的硬汉的几迹 最后教皇独一无二的 空间魔法释放而出 将暗黑魔神 瞬间传送出去数百丈 教皇大喝道 请示神兽出示 十八层地狱的上空 突然崩碎了 那里裂开一道 巨大的空间裂缝 一个神圣祥和世界 展现在众人眼前 里面霞光万道 电雨连绵成片 圣花遍地皆是 而且竟然有不少 小天使在飞舞 光明神等人神色顿变 经到 传说中第一代光明神的 光明天堂 陈南文言一经 光明教会果然神秘无比 中心神殿之下 有十八地狱 高天之上 竟然有光明天堂 那片透发着神圣光辉的虚空 快速闭合了 不过现场却多了一个 身材勾搂的老人 脸上皱纹堆积 须发都已经落光 他颤颤巍巍地立于虚空中 口中发出异常苍老的声音道 是神兽在沉睡 让我来吧 光明教皇眼中 闪现出惊喜的神色 似乎大出意外 恭敬地湿了一里 光明一夕的战神桀骜不逊 身上的黄金神甲 爆发出阵阵璀璨的光滑 整个人如一把出鞘的霸刀一般 透发出无限的战意 他大喝道 你是谁 我是谁 你的父辈没有对你提起过吗 苍老的声音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但是无形中 却透发着让人心悸的威压 第516章 空间是神 人们常说 天堂地狱不过一线之隔 如果心境开明 充满希望乐观的情绪 天堂就在你的眼前 反之 如果默契沉沉 心中灰暗 再后一步就是地狱 这不过是人们 隐身意义的一种罢了 然而今日陈南 却真的体会到了 天堂地狱不过一线之隔 光明教会中心神殿 有十八层地狱 镇压了无数绝世大凶魔 这是众所周知的事情 可是 又有谁知 在光明教会中心神殿的上空 引有一个神圣的天堂事件呢 那里神圣祥河 仿似一片世外净土 穷楼玉宇连绵成片 齐花一草遍地皆是 却与十八层地狱 不过一线之隔 真是出乎世人意料的事情 天堂之门关闭了 现场中出现一个神秘的衰弱老人 齐言齐行 一下子就镇住了桀骜不驯的战神 老人风竹残年 肌肤如同甘皱的橘子皮一般 不过一双浑浊的双眼 偶尔却流露出碧悠悠的光芒 令人心静 让人胆寒 而且 在不远处的高空之上 那巨大的白骨横跟那里 透发着出无尽的魔气 笼罩在十八层地狱上空 让这里看起来是如此的邪义 不过 巨骨并在未有丝毫异动 紧紧静静静地悬浮于虚空 虽然让所有人心惊 但是倒也未生出多少恐惧之意 嘿嘿 神秘老人森然地笑着 不仅让数千玄界高手毛骨悚然 就是现场的所有主神与魔神 也觉得异常不自在 感觉一股凉气灌顶而入 很好啊 你们的父辈还算守诺 没有将天堂的事情泄露出去 不过却没有教育好你们 竟然再次来逆袭 听闻此话 任谁都已经明白 在那遥远的过去 天界中的主神似乎下界 讨伐过光明教会上空的天堂 这是多么害人听闻的消息啊 从中不难推测出许多 让人心惊的信息 第一代光明神粉身碎骨后 他并不是就此烟消云散了 他留下了足够的力量 竟然能够击退天界主神的征讨 光明教会远非想象中那么简单 他们真正的力量部署 绝非表面显现那般 真正的王牌皆在天堂 中心神殿之下有地狱 中心神殿之上有天堂 这种有意为之的布置 真是意义不凡啊 到底是怎么回事 难道上代的战神等人战败了 哼 我才不相信 战神的气势再次强盛起来 手中黄金圣剑透发出 璀璨夺目的光芒 哼 面对光明神的最强化身 就凭你们父辈能够抵得住吗 识破天经的话语 老人似乎有意透露出 当年的一些真相 这句话一出口 不仅众多玄界高手心经 就是几位主神与魔神 也都变了颜色 第一代光明神 不是粉身碎骨王了吗 怎么还会遗留有一缕化身呢 这绝对是震惊天上地下的奇闻 光 光明神的化身还活着 战神满脸不相信的神色 元素水神和元素火神 以及暗黑大魔神 明神等人 也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神秘老人悠然出神道 有些事情 终究是要浮出水面的 第一代光明神的伟大神迹 不能湮灭的历史当中 在那遥远的过去 他粉身碎骨而亡 但最强大的化身 并没有立刻随着灰飞湮灭 因为那个时候 化身处于封印当中 直到你们的父辈来犯 化身才从封印中解脱而出 以他的实力 灭杀你们的父辈 应该不是很难 但是他心怀仁慈 放走了所有人 而他们却没有 好好地教育你们 再次来犯 实在不可饶恕 震惊归震惊 但是被老人 最后一顿训斥 让浩斗的战神顿时变色 他大声喝道 哼 少废话 让我见识一下 所谓的第一代光明神化身 我倒要看看 他强到了何等境界 老人叹了一口气 道 你见识不到了 从封印中解脱而出 战败你们的父辈 他便随风而化了 本体都已经破碎 他也能长久存在 哈哈 旁边的暗黑大魔神 大笑了起来 道 我还以为 第一代光明神的化身 依然存在呢 原来早已灰飞烟灭了 哈哈 光明一系的人马 是暗黑系的死敌 不管是先前的 第一代光明神 还是现在的叛逆者 得知这一消息烟 不能让魔神一方欢心 是啊 光明神的化身 确实死了 不过 他的真身在不久的将来 即将复活而归 说到这里 老人发出了畅快的大笑 不过听在众人耳中 却如夜宵一般刺耳难听 你说什么 第一代光明神会复活 一直为出生的元素水神 突然开口 水蓝色的眸子 满是震惊之色 绝力的容颜 难以保持平静 是的 我已经看到了未来 光明神将回归 老人脸上是难以掩饰的 激动神色 道 这也是我 为何将诸多秘密 公布于众的原因 哼 天界的叛逆者 是到如今 你们还不悔改 做好被惩罚的准备吧 暗黑大魔神神色骤变 冲着一直露出 思索神色的光明神鹤道 虚伪的光明神 我们联手吧 先灭掉这个所谓的天堂 看那第一代光明神 如何复活 如何归来 光明神还未延伸 他们这一阵营的元素 火神凯奇 已经率先表态 道 不错 我们应该联手 我多少知道一些情况 数千年前 我们的父辈来这里 想毁掉光明神的海骨 但是发现 海骨似乎并未在这里 而现在 我明显感应到了 光明神的气息 我们联手 毁去他的碎骨 我看他如何复活 魔神一方皆同时赞成 光明神有些犹豫 元素水神没有表态 战神则赞成元素火神的说法 他大喝道 天界有天界之归 我只知道 我们的祖辈是被逼反的 为了活命唯有如此 而我们作为他们的子孙 将继续沿着他们的一致战斗下去 轰 神圣气息如银河坠落九天一般 漫天都是神圣光彩 战神与元素火神周身上下 爆发出无比强横的气势 金色的黄金斗气在战神身体外 形成树杖后的光闭 而熊熊神火 则在元素火神周围 燃上了高天 轰 暗黑大魔神一方那里 涌动起滔天的魔气 那里 宛如变成了地狱一般 魔云冲天 在他们那一侧方圆树里 一片黑暗 暗黑大魔神站在最前方 周身魔甲泛着寒光 一把黑色魔刀 凭空幻化而出 高大剑术的名神 穿着死亡铠甲 手持巨大的玄色镰刀 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两眼头发出射人心魄的光芒 厄狱魔神站在他们的后面 隐身于黑暗中 血黄则冲天而起 立身在他们的头顶上空 在黑色魔云中 闪烁着刺目的血盲 嘿嘿 神秘老人冷笑连连 道 真是堕落呀 居然和魔神走到了一起 不过你们觉得 这样就可以攻破天堂 那就大错特错了 光明神的化身 虽然不在了 但还有我 以及是神兽 老人虽然没有透发出丝毫能量波动 但是却让暗黑大魔神等人 感觉异常不安 他冲着光明神喊道 虚伪的家伙 还在犹豫什么 我们联手先灭掉他 战神大吼道 杀 他第一个向着老人冲去 黄金斗气铺天盖地 横跃整片天空 赤裂的剑芒 如漫天星斗坠地一般 在虚空中 划出一道道灿灿光芒 杀气直冲消汗 元素火神同时出手 漫天的神火汹涌澎湃 向着老人狂涌而去 灼热的温度 即便是远空观战的玄界高手 都阵阵心惊 空间仿佛都要被烧容的扭曲了 暗黑魔神的魔刀同时劈来 斩破虚空 空间能量狂乱爆发而出 明神手中那森然的死亡镰刀 同时割裂虚空 向着老人杀去 血黄也同时出手 赤裂的血盲 凝结成一把血剑 发出邪意而耀眼的光芒 让人无法正视 数位主神联手攻击 其威力之巨大 可想而知 整座败弹圣城都在剧烈摇动 幸好众神是在空中发动攻击 如果在地面 恐怕整座圣城随时可能会崩塌 天罚几乎在瞬间披露而下 不过却难以奈何众神 面对杀气冲天 能量浩瀚无边的无匹攻击 神秘老人并未惊慌 他口中快速念出一串古老晦涩的咒语 最后大喝道 空间禁锢 在这一刻 奇异而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生生定在了空中 连带着他们批出的剑气与刀芒 还有那熊熊燃烧的神火 仿佛全部停留在了那永恒的一瞬 已经远离战场的陈南大吃一惊 这个老人到底是何等人物 竟然定住了几位主神纪的人物 实力未免太过强大了吧 同为神王的痞子龙 也是冷汗连连 看着不远处那巨大的止骨 以及战场中发生的异事 陈南感觉 这次十八层地狱之形 情况异常不妙 现在唯有静静观看 不能轻举妄动 嘎嘣 巨大的崩碎声音 从虚空中的战场发出 战神 暗黑大魔神等人 艰难地移动着身体 仿佛在破碎神山一般 发出阵阵空间碎裂的声音 几大主神先后慢慢动作了起来 他们似乎在竭尽全力 想要撑破空间的束缚 光明神与元素水神希拉利斯 也被迫参战 他们同样被禁锢了 顺畅行动的能力 艰难地在空间中挣扎着 看似衰弱的神秘老人冷笑道 现在知道厉害了吧 你 达到了神皇境界 元素火神震惊地问道 没有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是一个废人 我几乎没有任何神力 不过 我却掌握了时空法则 我周围的空间唯我而定 即便是神王 也很难逃脱我的禁锢之术 不是神皇 但却拥有部分神皇的规则 暗黑大魔神倒吸了一口凉气 战神则咬牙切齿道 你以为能够彻底禁锢我们吗 嘎嘣 虚无的空间仿佛有形之物一般 发出清晰刺耳的崩裂声响 战神遥遥遇导 但是却逐渐挣脱了束缚 渐渐能够行动起来 与此同时 光明神 暗黑大魔神 血黄等人 也开始渐渐恢复行动能力 神秘老人脸色一变 道 看来你们比我想象的要强得多 不过 没有用的 我虽然不是神皇 有着致命的弱点 但是却能够弥补不足之处 他口中念动咒语 而发出一声利笑 空间之门再次被打开 天堂浮现于高天之上 嗷吼 一声咆哮 宛如惊雷想在灵魂深处一般 震得这片天空所有修者一阵摇颤 未知的怪兽吼音 实在太过可怕了 仿佛能够穿透人的心海一般 让人的灵魂恐惧与站立 一只巨大的怪兽 自天堂中咆哮着 凶猛地冲了出来 他高有三丈 长有五丈 巨大的麒麟身 粗壮的象角 浑身上下布满了青色的灵甲 寒光闪烁 最为奇特的 是他长有五颗猙獰恐怖的头颅 各个头颅皆不相同 正中央为一颗西方龙的龙头 左侧两头为虎头与狮头 右侧两头为熊头与豹头 当然 每个头颅上 同样覆盖漫了青色的灵甲 闪烁着阵阵幽森的光芒 他吼笑连连 向着行动不变的诛神冲去 在被禁锢的虚空中 毫不受影响 如履平地一般 吼 五头奇笑 升阵天地 拜但圣城 都跟着剧烈摇动不已 飞快冲到冥神境前 是神兽五个巨大的兽头 同时张开血盆大口 而后瞬间便将冥神扑倒了 五个血盆血口 瞬间就撕裂了冥神的半边身躯 魔血染红了天空 冥神发出一声惨烈的大叫 这实在太过恐怖了 是神兽竟然能够轻易 咬裂主神的身体 远处 陈南倒吸了一口凉气 这头怪兽的肉体之强横 恐怖远远超过 同为神兽的紫金神龙 这个时候 全伏在陈南间头的龙宝宝 浑身上下金黄耀眼 他迷迷糊糊地挣扎着 有些难受地嘟囔道 神说 我真的好难受 我要死了 我不会下地狱吧 龙宝宝你到底怎么了 陈南大惊 再也顾不得观看战场 他无比紧张地关注着小龙 我 心里难受 有人在呼唤我 我要失去灵魂了 大德大威 第十卷 君王现世 第五百一十七章 蜕变 龙宝宝一双大眼茫然无神 仿佛失去了灵魂一般 不断如梦一般 说着一些奇怪的话语 这让陈南异常担心 小东西虽然平时很调皮 但是精灵古怪的样子 实在讨人喜欢 如果他真出现什么意外 陈南是无法接受的 龙宝宝快告诉我 你到底哪里不舒服 陈南有些焦急 最后自语道 问题一定是出在十八层地狱 或者天堂 这里有什么古怪的东西 影响着小东西 我们离开这里 为了龙宝宝 他打算暂时离开拜诞圣城 小东西绝不能有一点闪失 不过 就在这个时候 小龙开始胡言乱语起来 嘟囔道 天大地大 我最大 我是大德大威天龙 我不要离开这里 不能离开这里 蜷缩在陈南尖头 如同小皮球般的龙宝宝 身上爆发出的金光 更加炽烈了 此刻如同熊熊燃烧的 黄金神火一般在跳动 炽烈的温度 将这片空间都燃烧的 似乎发生了扭曲 如果不是陈南近身入神王领域 且经过禁忌天雷淬炼过身体 修成近乎不灭的神王体 此刻恐怕根本禁受不住 小龙爆发出的神火之口 我口渴 小龙难难挡 无神的大眼 渐渐有了痛苦之色 他全身的黄金灵甲 竟然西张了开来 而且似乎 在渐渐失去光泽 仿似里面的神龙原力消失了 有渐渐脱落的迹象 陈南大海 再也不敢停留 展开神王翼 快如闪电一般 冲离了这片战场 极为主神与魔神是死是活 他再也不去关注 天大地大 也没有小龙的性命重大 此经神龙紧随其后 不要 我不要离开这里 龙宝宝迷茫的大眼 难得闪现出一道清明的神色 他挣扎着 想从陈南的肩头上飞起 不过 就在这个时候 他的身体终于发生了 极其恶劣的变化 嘎嘣 一片失去活力的黄金灵甲崩碎 化成粉末 自他的身体上脱落 好痛啊 小龙如孩子一般 痛苦地叫了起来 该死的 到底是怎么回事 陈南愤怒了 他已经用神王立格 离出一片空间 外界一切波动 都不能够穿透而入 但是小龙的身体状况 却没有任何好转 相反 更加严重了 数片黄金灵甲脱落下来 脱落的地方鲜血淋淋 小家伙痛的龙躯不断颤抖 看得陈南阵阵心痛 他快速打开了那天地 将小龙送了进去 而后全力一展神王翼 片刻间飞离拜旦圣城 已经百里之遥 直到来到圣城东面大草原的上空 他才止住身形 快速打开那天地 冲了进去 紫禁神龙也跟进 我难受 我痛 小龙难受得正在花草间滚动 浑身上下 已经鲜血淋淋 身上的黄金灵甲 竟然已经脱落了大半 小龙可怜兮兮的 如同身患绝症的病童一般 陈南看着异常揪心 快速跑了过去 将他抱在怀里 只是有些束手无策的感觉 此刻 小龙血肉模糊 他喃喃着 我可陈南立刻来到鲜果林采摘鲜果 挤出汁水喂他 小龙大口大口地允熄着 但是身上的灵甲依然在脱落 旁边的紫禁神龙焦急地道 他龙祖宗的 小豆丁的灵甲 怎么会脱落呢 难道说 他的血脉不纯 导致龙灵不能附体了 真是奇怪啊 说到这里 他像是想起了什么 道 让我来试试 他快速割裂了自己的手腕 神龙血流淌而出 滴落进小龙的口中 小龙身上的黄金神火 突然衰弱了不少 但是灵甲依然在继续脱落 痞子龙另一只手 抵在小龙的身上 自体内涌动出无尽的龙园 向着小龙的体内注入而去 陈南心中一动 也将自己的手腕割裂了 将血液向着小龙的口中滴落而去 同时 神王力向着小龙体内输送而去 舒服多了 小龙迷迷糊糊地嘟囔道 陈南和紫禁神龙面面相去 这个小东西 到底得了什么怪病呢 无尽的神王力与龙园被注入龙宝宝的体内 小龙像是舒服了许多 不过身上的灵甲脱落的趋势却加剧了 已经快完全退光了 小豆丁似乎需要大量的神练 紫禁神龙说出了心中的猜想 道 看情形 他不是要进阶 就是要退阶 陈南心中一动 摇摇向着内天地伸出一招手 被封印得昏迷不醒的雷神 快速被拘进而来 为了龙宝宝 今天对不住这个家伙了 试试看 能不能挖出天使之心 神王之心类的东西 紫禁神龙听的双眼直冒贼光 口水差点流出来 道 让人羡慕的小豆丁啊 让我来 龙大爷当年的大球家 似乎跟雷神殿有些交情 今天我亲自来当柜子手 小心点 最好留下他一条性命 陈南本不想杀掉雷神的 毕竟做掉一个天界主神 其影响太大了 只是 眼下他没得选择 为了龙宝宝 他不惜与天界众神翻脸 紫禁神龙经验老道无比 数千年岁月 不是白活过来的 他睁开天幕 一道神光 瞬间射入雷神体内 雷神已经醒来 但却身不能动 口不能言 双目中满是愤恨的火焰 恶狠狠地盯着陈南与紫禁神龙 哦 发财了 这个家伙的体内 有好几颗神弹 陈南睁开天幕 也看透了被封印的雷神躯体 九颗紫禁神丹 分布在雷神的胸腹内 闪烁着灿灿光滑 不过却被一股暗黑的力量纠缠着 对不住啊 龙大爷可要下手了 雷神闻言露出惊恐的神色 脸色难看到了极点 紫禁神龙真的动手了 不过却不是血腥的画面 神龙力奥妙无比 磅礴的龙猿 快速冲进雷神的体内 绝住一颗紫禁神丹 自雷神的口中飞出 紫禁神丹使意冲出雷神之口 其上纠缠的黑色魔神力 被痞子龙阵散了 一颗光滑璀璨的神丹 出现在他手掌中 与此同时 龙龙雷声不断 自神丹内爆发出 阵阵巨大的闪电 还真是不好对付啊 小子快来帮我撵碎他 陈南闻言 催动出一股浩瀚的掌力 刚猛的神力 剧烈地撕扯着雷神丹 加上紫禁神龙的 磅礴龙原力 紫禁神丹发出咔咔的响声 而后轰然暴碎 浩瀚无比的能量 就要爆发开来 但是却被陈南与紫禁神龙 生生阻止住了 一大团光滑硕硕的紫气 被他们用各自的力量包裹着 定在空中 磅礴龙的雷神力 被慢慢引导着 向着小龙的体内注入而去 小龙似乎已经有些清醒了 不过却有些病咽咽 小声嘟囔道 好多了 你们不要担心 紫色光团慢慢变淡 磅礴龙的雷神力 慢慢皆被小龙吸收了 隐约间 小龙的体内 闪烁着一股紫色的光滑 只是 依然无法阻止他的灵甲脱落 带到整颗雷神弹的力量 被小东西吸收后 所剩无几的黄金神龙甲 猛爆裂开来 全部脱离了他的身体 阿尘男失声惊呼道 龙宝宝 我 舒服多了 不过 我变得好难看 小龙虚弱地眨动着大眼 看着自己血乎乎的躯体 有些不解得道 神说 我怎么会这样 他身上赤裂的金光 渐渐变淡了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小龙头顶正中央的那第三只脚 突然爆发出阵阵金光 又将他笼罩在了里面 陈男大惊 对紫金神龙道 快 再挖几颗雷神弹 可怜的雷神 听到这句话后 一下子昏了过去 我不难受了 小龙病奄奄地倒 这一次 金光并没有伤害他 相反灿灿金光 将他血乎乎的身体包围后 快速愈合了所有伤口 一层淡淡的实质化 金芒不在小龙的体表 而且 那第三只脚 居然开始慢慢 消融 陈男极其在乎小龙 既然神王令 让小龙摆脱了险境 那么还是 多多一善为好 对雷神无需客气 第二颗雷神丹 第三颗雷神丹 总共有四颗雷神丹被打碎 化成神力 被注入了小龙的体内 半颗时辰之后 神说 好多了 尽管身体还很虚弱 但是小龙的精神 似乎好了许多 此刻 一便发生在他的身上 第三只脚完全消融 化成道道金色光滑 均匀地自他全身 各处渗透进身体 而他的体表 竟然又生出了 非常细小的鳞片 看起来虽然很柔嫩 但是比方才虚肉模糊的样子 墙上太多了 让陈南与紫金神龙悬着的一颗心 终于放下了 再来一颗神王丹巩固一下 强大暴虐的雷神 刚刚行转过来 听到陈南这句话后 一下子又吓得昏迷了过去 不过第五颗雷神丹 终究没有被挖出来 小龙已经摇摇晃晃地飞了起来 在陈南的那天地出口处 摇摇望着 拜诞圣程的方向 有些诗神的道 我要去那里 有人在召唤我 解铃还虚细凌人 陈南虽然不想小龙再设险 但是他却同意了 隐约间他觉得 莫大的机遇 可能在前方等待着龙宝宝 再次回归拜诞圣程 这座城市的上空 如废水一般 剧烈的元气波动 在整片天空狂猛的肆虐 如骄阳般耀眼的光明神 四处翘霸刀般的战神 仿似古井般平静无波的元素水神 还有周身烈火滔天的元素火神 四人虽然气势强盛 但是明显吃了不小的亏 在他们的身上 有许多血迹 一道道受找印记清晰可变 而元素火神的伤势最重 一条右腿竟然被咬断 血肉模糊一片 四人背对背靠在一起 正紧张地注视着远处的是神兽 魔神一方四人正在激战神兽 明神已经失去了肉体 被是神兽残忍的撕裂吞噬了 现在只剩下一道魔魂 不过 对于他来说并未有多大影响 他本就是死亡之神 可以随时抛弃肉体 另换新生 暗黑大魔神 血黄他们也都遍体皆伤 被是神兽撕咬的 浑身上下血肉模糊 他们无论是外放的斗气 还是吟唱放出的魔法 都无比缓慢 而是神兽却迅如闪电 那一道道可怕的魔法攻击 还有那如长虹般大剑气 很难击在他的身上 偶尔打中 也不过让他翻滚出去数十丈远 而后边再次冲来 可怕的攻击似乎对他无效 观战的玄界高手 早已避退出去树里之遥 陈南看得暗暗心惊 在这片被禁锢的空间中 强如主神与魔神 竟然也如此的狼狈 被这样一个五头 怪兽凶横地冲击 是神兽太可怕了 我 感觉到了 召唤我的东西在地狱 不对 好像不完全在地狱 那片天空也有东西召唤我 陈南顺着龙宝宝的小爪子看去 竟然是那裂开一道缝隙的天堂 拼了 为了小龙 陈南决定硬闯天堂 这个时候 神秘老人口中咒语不断 控制着战场内的空间 而光明教皇则守护在他的身边 凶残的是神兽 在追逐着几位魔神 高天之上的天堂 似乎为力量空白地带 陈南他们在夜色中 化作几道残影 无声无息地冲进了那道金色大裂缝中 里面 山清水绿 宫殿连绵成片 漫天彩霞 许多小天使 在神圣的光辉中 翩然起舞 突然 一声巨大的咆哮 险些阵龙陈南和紫金神龙他们的耳朵 一头怪兽从一座宫殿中冲出 快速向他们飞腾而来 高三杖 长五杖 麒麟身 巨象脚 五颗头颅 分别为龙头 虎头 狮头 熊头 豹头 是神兽 哦 怎么可能 他不是在外面吗 紫金神龙大惊 陈南面露凝重之色 沉声道 应该有一对 这头是雌的 是神兽连主神都敢吞噬 可想而知 他们有多么的强大 五颗猙獰的巨头 向着陈南恶狠狠地撕咬而来 不过 就在接近的刹那 五颗凶残的兽头 突然转变了气势 凶残暴虐的气息 瞬间消失得无影无影 他如一只摇尾起怜的狗一般 温顺地挪蹭了过来 陈南与紫金神龙皆恶然 难道这个家伙看龙大友神威盖世 想要认我为主不成 敖屋 紫金神龙的话还没有说完 突然被是神兽撞得 惨叫着飞了出去 哦 该死的 是神兽满脸讨好之色 对着陈南怀中的龙宝宝 摇头摆尾 第518章 古老祭台 陈南无比惊异地看着眼前的凶兽 实在不明白 他为何一副讨好的样子 面对他怀中的龙宝宝 小龙似乎没有感觉到任何危险 一双大眼满是好奇之色 哪生哪气得到 神说 你长得太怪了 怎么五颗头啊 听闻此话 高大威猛的是神兽 似乎有些委屈 低下五颗硕大的兽头 呜呜叫了起来 仿佛有些不满 又似乎在向主人讨好撒娇一般 这就更让陈南感觉怪异了 现如今唯有一个理由 能够解释眼前的情况 是神兽多半是一头洪荒蛮兽 可能早在远古期间 光明神时代就已经存在了 他多半在小龙身上 感觉到了光明神的气息 要知道 当初贪吃的龙宝宝 可是不小心 将光明神海谷中的一颗神丹 吞进了肚中 今日他脱去龙林种种事情 恐怕也与此事有关 看似祥和的天堂 对于陈南他们来说 绝对不是一处善地 万一被是神兽发掘出异样 将有莫大的凶险 尤其是小龙居然吃掉了 第一代光明神复活需要的神丹 他们必须速速离开这里 陈南催促龙宝宝道 这里有什么东西在呼唤你 快快让是神兽 带着我们去寻找 一种奇怪的感觉 龙宝宝有些失神 像是一个失去记忆的迷失者 他喃喃道 陈风的气息 恒久的力量 遗忘的封印 漠然间 小龙伸出一只金黄色的小爪子 指着前方道 在那里 走 我们过去 陈南抱着龙宝宝 腾空而起 向着前方飞去 是神兽却一步超前 俯下身来 示意他们坐到他的背上 不远处的紫金神龙大笑 先于陈南他们坐上 老痞子在是神兽的背上 暗中幻化出一只巨大的龙爪 尝试着在蛮兽青色灵甲上滑了一下 结果让人目瞪口呆 蕴含着神王力的龙爪 连一丝印记 都未在是神兽的灵甲上留下 看得痞子龙与陈南 歼面面相去 这头怪兽的体魄 实在太强大了 神王力竟然也攻不破他的麒灵甲 不愧能够撕裂主神的蛮兽 只是 不知道他为何不能口吐人言 不能幻化成人形 保留了大半的兽性 天堂内广阔无边 连绵不绝的秀丽山峰 彩霞缭绕 大片的宫殿 点缀在山山水水之间 更有许多亭台楼阁 漂浮在空中 许多小天使 在空中楼阁附近 翩翩飞舞 此地当真神圣规律无比 穿过一片山脉 按照小龙的指引 蛮兽将它们带到了一片平原之上 那片平原非常的安静 越向前飞行 就越是沉寂 早已没有天使飞舞 也再没有宫殿出现 甚至连星星点点的绿色 都已经渐渐消失 前方或者可以说是一片荒漠 一片沉寂的荒漠 大约前行了百里之遥 荒漠中两座高大的石山 突兀地出现在它们的视线中 两者围合成一个大峡谷 就是那脸 龙宝宝坚定地指着前方的大峡谷 两座土黄色的石山 如两把利剑般直插云霄 小龙一顺不顺地盯着它们 眼神中渐渐泛出异彩 他喃喃道 是它们 是它们 在召唤我 嗷吼 是神兽仰天发出一声巨大的咆哮 在这片荒漠中传的格外幽远 整片天际都在回荡 龙宝宝自陈南的怀中正脱而出 晃晃悠悠地飞到了空中 陈南紧紧地跟随着它 生怕小东西出现意外 是神兽更是摇头摆尾地跟在后面 大峡谷内光光秃秃一片 没有任何植被 只有无尽的碎石块 荒凉无比 一人三神兽慢慢地向里面飞去 沿途龙宝宝多次露出迷惑不解之色 用一双小爪子抚摸着山壁 直至在大峡谷内穿行了十余里 前方一座祭台出现在山谷的正中央 高能有十丈 由暗黑色的巨石堆砌而成 仔细望去 那祭台镌刻满了岁月的痕迹 透发出古老沧桑的气息 也不知道是何年何月堆砌而成的 在距离那里不过百丈远后 他们发现地面之上 稀稀落落地散落着一些海骨 有神灵的 有普通人类的 神灵的海骨 还保持着丝丝预知光泽 而普通人类的 却已经近乎风化了 虽然有海骨散落在祭台附近 但是这里并没有给人以邪恶的感觉 相反觉得 这里有股神圣的气息的波动 再浩荡 龙宝宝失神地向着祭台飞去 陈南非常不放心 拦着他道 先不要靠近 对于这里 我们需要好好地观探一番 不 就是这里 不要拦我 小龙在这一刻 显得有些执拗 摇摇摆摆飞了过去 陈南与紫金神龙无奈 跟在他的身边保护着 以防发声不测 至于是神兽 似乎有些不安 在远处不再靠前 祭台高十丈 通体有黑 虽然有风化的迹象 但是陈南却敏锐地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 孕育在其间 在距离祭台不过五张距离处 龙宝宝从空中降落而下 而又步履蹒跚地向前走去 陈南与紫金神龙感觉迷茫的小龙动作有些奇怪 更是不敢离开他半步 只是 当小龙攀登上祭台的第一个台阶 陈南与紫金神龙跟进之时 意外发生了 如水波般柔和的光芒 自整座祭台涌动而出 龙宝宝像是穿越水帘一般 从容进入 而陈南与紫金神龙 却被一股极其奇特的力量 生生顶撞了回来 他们竟然不能够靠近祭台半步 眼看小龙独自蹒跚的攀登台阶上 陈南心中甚是不安 他竭尽全力 双手爆发出阵阵黑芒 想用力撕裂水帘般的光闭 但是 结果大出他的意料 看似柔弱的光帘 竟然无法破开 紫金神龙更是不幸邪 神王力动用而出 手中双截大棒子 爆发出灿灿紫光 用力抡动起来 一阵震耳欲聋的音波爆发开来 老痞子被声声 反弹出去百丈远 成大字形 嵌入了对面的山壁之上 神王力有多么的刚猛 可想而知 但是水帘般的光闭 经过剧烈的轰击 反弹之力更甚 痞子龙被出其不意的巨大力量 轰得晕头转向 哦 该死的 痛死龙大爷了 直到这时陈南才觉察出 这座祭台绝不普通 柔和的力量触碰 他也随即用柔和的力量反弹而回 如果用刚猛的力量轰击 他会加倍予以反击 陈南看着小龙蹒跚的攀登台阶 一阵犹豫 眼下祭台对小龙来说 似乎没有什么危险 只是他还是不放心 将大龙刀与裂空剑握在手中 准备强行突破试试看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 焦躁不安的是神兽 发现了他的举动 一顺不顺地盯着他手中的神兵 而后发出一声咆哮奔了过来 神色不善地拦在他的身前 似乎要极力阻止他 你不让我破开祭台的结界 就不怕小龙在里面有危险吗 陈南尝试和蛮兽沟通 现在他可不想和这个 能够吞噬主神的家伙死拼 是神兽猛力地摇了摇头 而后又点了点头 同时发出阵阵低吼 似乎在威逼陈南离开这里 他龙大爷的 打就打 谁怕谁 老龙我憋了一肚子火了 紫金神龙拖着双截大棒子 黑着脸 从远处走来 陈南握紧了大龙刀与裂空剑 双眼透发出 两道寒光逼是蛮兽 不过见他虽然神色不善 但是却没有凶光露出 他收起了两剑神兵 考虑片刻后朝后退去 对紫金神龙道 不要轻举妄动 看样子 龙宝宝应该没有什么危险 见陈南与紫金神龙向后退去 是神兽也快速离开了祭台 不安的仰天 发出阵阵吼笑 这个时候 小龙终于登上了祭台 小家伙实在太胖了 走动时如一个金色的小皮球一般 滚来滚滚去 他在十丈高台上 好奇地打量着 神秘而古老的台体 猛然间 大峡谷内一阵剧烈摇动 龙宝宝在上面站立不稳 一屁股坐在了祭台上 当他懊恼地挣扎起来时 古老的祭台突然爆发出 直冲消汗的金光 一股威盛 刚猛的气息 以祭台为中心 快速爆发而出 陈南与紫荆神龙大惊失色 快速向前飞去 想要将小龙抢救出来 但就在这个时候 是神兽却发出一声咆哮 化作一道电光 拦在了他们的身前 五个巨大的兽头 同时张开血盆大口 威吓他们 闪开 陈南想也不想 大龙刀狠狠地劈斩而下 紫荆神龙手中的双截大棒子 更是狂猛地扫到 是神兽双五张血口 同时喷出几道巨大的光柱 轰向大龙刀 与紫荆双截棍 哄 光芒要天 一人三神兽 同时退后了几步 不过就在这个时候 璀璨无比的祭台 传出了小龙的声音 让本想生死大战的陈南 与紫荆神龙停了下来 直冲消汗的光芒 虽然在祭台上爆发而出 但是龙宝宝并没有受到丝毫伤害 在灿灿的光华中 他虔诚与神圣的 真如同一个传教士一般 小东西口中喃喃自语道 空虚混沌 冤面黑暗 神说 要有光 光暗要分隔 神说 珠水分开 要有气 万水凝聚 显汉地 神说 大地生春 生机昂然 在这一刻 龙宝宝透发出万丈光芒 显得无比神圣与神秘 青青草色出现在荒芜的大峡谷中 与此同时 大峡谷剧烈摇动不已 两座高耸入云的石山 竟然伴随着龙宝宝稚嫩的话语 拔地而起 第519章 天龙 轰隆隆 大峡谷内天摇地动 两座直插云霄的石山 离地而起时 发出阵阵雷鸣之响 土黄色的石山 爆发出道道金芒 缓缓升空 陈南与紫荆神龙无比震惊 这实在太过不可思议了 且龙宝宝的表现 实在太奇特了 平日这个小东西 就喜爱装神棍 但是此刻如此形势难测的禁地下 小龙依然一副神棍的样子 不过这次却是有模有样 起虔诚与神圣的姿态 让光明教会中 一本正经地站在祭台正中央 两只金黄色的小爪子 不断划着十字 虔诚地喃喃着 神说 要有招募 要有节令 要众心闪烁 两座石山扶摇上 快速离得百于丈高 带动起一阵巨大的气浪 让满地的石块 狂暴舞动起来 不过对于陈南他们来说 根本不可能造成伤害 更不可能穿进古老祭台的结界 而伤害到小龙 随着两座石山升空越来越高 在地面涌动的风暴 终于慢慢平静下来 大峡谷等若消失了 唯有古老的祭台 存在原地正中央 两座石山 已经离地数百丈高 其颜色 也渐渐有土黄色化为金黄色 灿灿光芒照耀天地间 宛如两座金山一般 最后他们定在了空中 一动也不动 但是神圣金光 却更加斥烈了 这个时候 下方古老祭台 那直上云霄的金色光柱 突然在高空爆发开来 如漫漫水波 似条条溪流一般 向着两座金色石山汇集而去 随着时间的推移 那不断爆散开来的金色光辉 在空中越来越耗大 由金色小溪 慢慢汇聚成道到金色河流 而后又化成一道道滔滔大河 向着两座金山 汹涌澎湃而去 直至到后来 直通高天的巨大金色光柱 爆发而出的灿灿光辉 如海浪一般 自四面八方滚滚奔涌 向着两座石山聚集 直插云霄的两座金山仿似 慢慢融化了 竟然不断幻化出各种虚影 直至两声笑破 虚无混沌的龙影响起 在空中荡起振振巨大的音波 让虚天都为之样起 振振破碎的涟漪 两道铺天盖地般的龙影 在高天之上 黄猛地舞动起来 巨大的龙影 占据了整片天空 它们咆哮着 追逐着 在高天之上舞动如风 漫天金色的光彩浮现在 它们的周围 让它们看起来 更加的神秘与强大 偶尔自金色云霞中 露出的一铃半肘 如果暴露在世人眼前 当真要惊得人目瞪口呆 它们的体积 实在太大了 紫荆神龙感觉自己 即便显现出 二百余杖的真龙身 也不够高空中 那两个庞然大物的 金爪一抓 哦哦哦 呜呜 紫荆神龙长嚎 都无法连续了 它惊叹的口舌 都结巴起来了 它龙祖宗的祖宗 实在太夸张了 绵绵不绝数千丈 一片龙铃 都比龙带得腰身错 哦哦哦 屋屋 居然还是五爪皇族 紫荆神龙震惊得 快说不出话来了 陈南更是惊异无比 难道说 两座巨大的石山 本是两条被封印的神龙 这未免太过不可思议了 狂猛的刚风 自高天之上 一直波及到地面 顿时飞沙走石 最后无数的巨石 都被狂暴地卷动到了空中 神玲珑 陈南惊呼 他终于发现 高天之上 隐在云霞中的 两个庞然大物 各自皆有一对神龙翼 金色的神翼 可谓遮天蔽日 完全展开来 也不知道有多少平方公里 地面狂猛的风暴 就是被神龙翼搅动起来的 是神兽乌液着 发出阵阵低呼 即便这个蛮兽 敢撕裂主神的身体 但此刻似乎也变得柔顺了 如小猫小狗一般 对着高天之上 两条占据了 多半边天空的神灵龙 露出公顺的神色 他他他 龙祖宗的 这这这 该不会是天龙吧 紫荆神龙结巴着 露出不可思议的神色 道 难道跟小豆丁有关 嗷吼 嗷吼 巨大的咆哮之音 响彻天际 两头庞然大雾 舞动着巨大的龙躯 洒下片片金光 突然俯冲而下 莫大的威压 可怕的能量波动 让下方的大地 都跟着剧烈抖动了起来 陈南与紫荆神龙他们 快速后退 地面正中央 古老祭台上的龙宝宝 却似没有听到任何响动一般 一双大眼中充满了最为纯净的光彩 两条遮挡去半边天空的神灵龙 目标竟然是龙宝宝 他们并投而下 飞快地向着下方的祭台冲撞而去 该死的 陈南大怒 手中大龙刀 与猎空剑脱手而出 化作两道青芒 冲撞向两条庞大的神灵龙 两条数千丈的神灵龙 动作太快了 尾端还在天际之上呢 两个硕大的龙头 却已经破入低空 眼看就将撞到古老的祭台 大龙刀在空中幻化出了自己的本体 半条残龙浮现于空 它宛如有灵魂一般 在看到两条神灵龙后 竟然慢慢放缓了自己的速度 最后竟然止于虚空中 猎空剑也化成了穿天兽 它与大龙刀并排悬浮虚空 同样止住了身形 冷静地注视着两条神灵龙 嗷吼 嗷吼 两个庞然大雾 发出两声震耳欲聋的吼笑 两个硕大龙头 竟然生冷地撞进了祭台外的光壁 不错 是撞进 撞进光壁后 两条神灵龙的巨大头颅快速缩小 而路在外面 舞动的庞大龙区却没有什么变化 依然占据了大半边天空 陈南大惊失色 不知道大龙刀与猎空剑 为何放任两头神灵龙冲进祭台 而他们却没有任何作为 接下来 两条神灵龙的数千丈龙区 如两条奔腾咆哮的金河一般 自高天之上直落而下 生猛地冲向祭台 嗷吼 完了 可怜的小豆丁 保准会被砸成肉酱 痞子龙都有些不忍心看了 这等关头 陈南也没有丝毫办法 是神兽 则发出阵阵不安的嘀吼 只是 事情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两条数千丈长的神灵龙 冲到下方的祭台 庞大的龙区并没有冲毁祭台 他们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庞大的龙体 竟然在刹那间不断缩小 待到漫天的金光渐渐消散时 他们已经化成了龙宝宝般大小 在祭台上不断飞舞 远远望去 仿佛有三个一模一样的龙宝宝一般 只不过 一个如虔诚的小神棍般 在喃喃自语 另外两个如调皮的孩童般 围在他的附近 盘旋不已 这 这不可思议的变化 让陈南说不出话来了 痞子龙也惊得目瞪口呆 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 惊人的变化还在继续 两条活泼可爱的小龙 围绕着小龙一阵盘旋之后 突然光芒大作 爆发出璀璨夺目的两片金光 而后 他们突然消散在空中 化成一片金雾 迅速凝聚而成一对神龙翼 以眨眼般的速度 闪现出两道虚影 冲入了小龙原有的神龙翼内 使之爆发出一片刺目的光芒 这样的变化实在太过突然了 任谁也没有想到 两个庞然大物 竟然化成神龙翼 冲进小龙的身体 这未免让人有些不可理解 唯有蛮兽 似乎更加臣服了 对远在祭台上的小龙 流露出更加公顺的神色 远远望去 小龙的神意明显不同了 其颜色比之其他部位更深 金光闪闪 咬人双目 只是 小家伙似乎没有察觉到一般 依然在无知无觉地喃喃着 让人恨不得立刻垂醒这个小迷糊 不用承担他们垂醒 这个时候 一声惊天动地的大响 让小神棍从迷茫中回过神来 古老的祭台突然崩塌了 龙宝宝扑扑扔着一对金黄色的小龙翼 惊叫道 神说 地震了吗 轰隆隆 祭台崩碎 一片灿灿金光透发而出 在碎尸间露出两把金色的巨大剑柄 数丈长的剑柄 绝对有数万金重 哦 太不可思议了 不会有什么神兵宝人出事了吧 紫荆神龙跃跃欲试 想要冲过去 不过却被陈南一把拉住了 他隐约间猜到了 这都与小龙有着莫大的机缘 别人无需插手 坑枪 坑枪 两把绝世利剑自地下突然弹出 长足有百丈 通体金光灿灿 锋利的剑刃 闪烁着夺目的光辉 一股刺骨的寒意 在这方天地波动开来 小龙吓了一大跳 急忙摇摇摆摆躲到了一边 一双大眼满是不解之色 充满了迷茫 神说 好锋利的圣剑啊 可是这么硕大 到底谁才能够舞动起来呢 两把百余杖的黄金圣剑 似乎有灵一般 闻听小龙此言 漠然冲天而起 斩破片片虚空 在高天之上 化成两道金龙 卷起漫天风云 冲天的杀气 刺骨的冷意 以及灿灿的神盲 让他们显得更加的不凡 嗷吼 嗷吼 两声龙啸直上九霄 两道金影 自高天之上俯冲而下 向着小龙快速冲去 哦我的神啊 在这一刻 肥胖得如同小皮球般的龙宝宝 滑溜的向条泥丘 惊叫了一声 嗖的一下子 飞出去数百丈远 只是 两道金色神龙如影随形 在刹那间触到了他的头 哎呀 神说 我要解脱了 龙宝宝 如同受惊的孩子一般 大叫起来 只是 结果出乎他的意料 两把黄金圣剑 并没有刺破的头颅 而是快速化成金物 而后凝成 两根灿灿龙脚 融入了他头上的两脚中 哎呀 我不想死啊 小神棍似乎被吓住了 浑然不知 两把圣剑融入了他的龙脚中 他闭着眼睛大叫道 救命啊 我不想死 我不当神棍了 陈南 你求快救我啊 紫禁神龙的表情已经凝固了 好久才长好道 嗷吾 不可思议 他龙爷爷的 这么大的机缘 怎么没我老龙的份啊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那应该是天龙翼和天龙脚吧 陈南又好气又好笑地看着空宝宝 小家伙真是神秘啊 碰 闭目等死的龙宝宝 早已忘记煽动龙翼 直直坠落在地上 他睁开一双大眼 满是好奇的道 咦 我没死 低下头来 一双金黄色的小爪子 慌忙地摸了摸自己的头 龙宝宝 你没事吧 陈南收起大龙刀与裂空剑 飞了过去 没事 彻底恢复了 小龙满是惊异地感受着自己身体的变化 嘟囔道 好奇怪哦 我感觉体内充满了力量 陈南隐约间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 对他道 试试看你的龙衣与龙脚 好 小龙飞腾而起 一对神意猛力一展 而后向前用力煽动 轰 一股狂暴的飓风在刹那间产生 前方十几里内的沉沙 在刹那间被吹光 一个巨大的坑穴出现的地面 许多上万斤的巨石都被卷上了高空 与此同时 两道光刃交叉着自小龙的双脚飞离而去 在刹那间没入另一个方向的地面 两道巨大的裂痕 以飞快的速度 在大地上笔直分裂而去 咔咔之响不绝于耳 小家伙吓了一大跳 立刻稳住了身形 只见一个方向 出现一座十几平方公里的天坑 另一个方向的大地 则显现出长达十几里的平整切口 宽街有树杖 身不可见底 黑森森无光 陈南心中一跳 小家伙实在太强了 即便是他来做的话 也不过如此 龙宝宝自己也有些不相信 不过小东西才迷惑了片刻 突然间又自语道 好像还有东西在呼唤我 还有 痞子龙都结巴了 说话间直流口水 小东西该不会要重组天龙参吧 陈南奇异地打量着小龙 心中不自觉间露出这样的猜想 第520章 聚合 当初 在永恒的森林 陈南与紫金神龙他们在前生进前 已经知道掉皮龙宝宝的前身乃是天龙 当然 现在的他并不是转世之身 在那遥远的过去 龙宝宝经历了一场惨烈的大战后 重伤垂危 庞大的天龙真身近乎破碎 双脚断折 天龙爪碎裂 即便是一对神龙翼也近乎断裂 不过他并未舍弃肉体 去转世重生 根据前生镜显现出的画面 龙宝宝拖着残破的身体 进行了类似于凤凰一族的涅槃重生大法 总算活了下来 不过却由最高等级的天龙 变成最低等级的地龙 而且 灵石永远地封印在了灵魂深处 甚至随着岁月的流逝 已经渐渐淡去了 好奇怪哦 真的还有东西在召唤我 龙宝宝在空中摇摆着 飞来飞去 还等什么 现在就去找 陈南真心为龙宝宝感到高兴 小东西的经历实在太坎坷了 现在他得到的理应都是属于他的 陈南已经猜测到 无论是那两座石山 还是那对黄金圣剑 都是当年的天龙身体碎裂下来的东西 被封印在了此地 现在不过是回归本源而已 天龙翼 天龙脚 封印无尽的岁月 终于等到了他的主人 是神兽低吼连连 一路跑上高空 来到龙宝宝面前 宫顺地俯卧下 让龙宝宝坐上他的脊背 龙宝宝 陈南 紫金神龙跳上蛮兽的身体 按照小龙感应到的气息 快速向着前方冲去 冲出去百余里 他们离开了荒漠地带 越过一片高山区 前方一片平原之上 一片直插云霄的石山 处立在空旷的平原之上 小龙奇怪的感应 就源于那里 现在陈南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 他与紫金神龙跳下蛮兽 放心的 让龙宝宝独自上前 是神兽将小龙送进那片石山之后 快速飞奔而回 一切都如陈南料想那般 不过这一次 声势实在豪大了一些 这一片绝风 全部拔地而起 聚便令大地摇动不停 撕裂开一道道巨大的裂缝 蔓延向远方 高天之上金芒耀眼 所有的石山都爆发出璀璨金光 金霞云雾绵绵绵不绝 哦 真是不可思议 这次将重组什么 难道是天龙躯体 紫金神龙呆呆地望着高空 不可能 陈南否定了他的答案 道 当年的天龙躯体虽然残破 但还是保存了下来 极有可能是天龙爪 接下来的事情 印证了陈南的话 所有石山全部化成龙影 而后在高空中咆哮着 沸腾着 最后所有龙影俯冲而下 向着低空的龙宝宝聚合而去 真是天龙爪 紫金神龙惊呼 一条条龙影化成一根根锋利的爪刺 没入小龙的那金黄色的小爪子中 让小东西惊奇地摆弄着自己的小爪子 左看右看不停 现在小龙的双脚 以及一对龙翼 还有四个爪壁上的根根利爪 明显不同于身体其他部位 颜色更加金黄璀璨 透发出一股极其特别的气息 陈南由衷地为小龙感到高兴 在龙族史上 能够进阶到天龙境界的神龙 屈指可数 可想而知 当年的龙宝宝 必然是一个超级存在 只是龙宝宝的下场有些悲惨 由最顶级的天龙 直接降级到最低等的地龙 而且记忆全失 随后 完全凭着本能的直觉 不断涅槃 不断进化 经过异常悠久漫长的岁月 才慢慢进阶到五阶圣龙 撑得上一部血泪式 今日他终于得到了 应该属于他自己的东西 虽然不能直接复归天龙境界 但是希望却越来越大了 早晚有一天 他能够再次笑傲天地间 小家伙 还如以前一样调皮 欢快地飞到陈南境前 一双大眼扑闪扑闪地 兴奋地叫道 我感觉体内有着用不完的力量 尽管得到了难以揣测深浅的力量 但是他的心性 还如孩童一般 看到眼前龙宝宝如此可爱的样子 再想一想他曾经乃是叱咤风云的一代天龙 陈南感觉有些心酸 龙宝宝的经历太坎坷了 由天龙堕入地龙之身 历经无数磨难 在十万大山中与野兽搏杀 与凶龙争食 即便后来进化为圣龙 还是成为了别人的坐骑 好 我们离开这里 陈南溺爱地摸了摸小家伙的头 习惯地将他放在肩头上 会同紫金神龙一起言回路飞腾 是神兽嘀吼了一声 紧紧跟随在他们的身后 到宫殿连绵不绝的神圣地带 而这里也是这片空间的出口 陈南他们毫不犹豫地冲了出去 但是是神兽却犹豫不绝 不过最后还是发出一声嘀吼 跟着冲了出去 离开了需要守护的圣地 龙宝宝的身体一直在变化着 一道道的金芒不断爆发而出 刚刚出冲出这片空间 他立时就惊叫了起来 道 神说 我体内的力量似乎要爆炸了 小龙快速冲空而起 神话数十丈 在空中不断翻腾咆哮 而后在一片刺目的光芒中 他的体积猛然间暴涨起来 从五十丈快速扩展到二百余丈 巨大的龙孝响彻天际 让不远处正在大战的主神 立刻向这个方向望来 更远处数千玄界高手 更是惊异地望着高空 陈南方开始还有些担忧 现在立刻释然 龙宝宝成功进阶了 再融合了天龙翼 天龙角 天龙找后 他终于在做突破 近身入神王领域 小东西跨阶升级 实力瞬间突飞猛进 但是 陈南相信 他并没有有融合全部力量 天龙角等物 在他的身上 更像是神兵宝刃 而没有完全与他契合呢 不过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早晚会汇聚所有的力量 有朝一日 定然能够重新 晋升入天龙之境 所有人都愕然地望着小龙 没有想到 在眼下激烈大战之地 竟然有人晋升神王领域 嗷吼 小龙在这一刻 气势强盛无比 再也没有顽童之态 他舞动着庞大的龙躯 挥动着巨大的龙翼 戒备地望着高空 因为他已经感觉到 天罚将降临 咔嚓 神王节显现 巨大的光柱 从天穷披露而下 狂轰龙宝宝 嗷吼 龙宝宝愤怒地咆哮着 双翼猛力一展 一道飓风爆发而出 向着天际狂暴地涌动而去 当然 那不是简单的钢风 其中蕴含着无尽的神王力 在阵阵夺目的光芒中 金色风暴 竟然将第一道雷光轰散了 果然很强大呀 陈南自语道 他对小龙的实力非常有信心 毕竟他继承了天龙的原力 比之一般的神王力 应该更加纯粹 对抗神王节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 龙族有自己独特的修炼体系 不会如陈南那般变态 引天雷入体 用生命来犯险 小龙只要正常地对抗 或躲避过天罚就可以了 从天堂中飞出的是 神兽见小龙有难 一声咆哮 飞上天际 似乎要帮助他对抗天罚 不过在小龙一声沉闷的咆哮声中 他又退了回去 任何生物都有着高傲与尊严 何况实力强大的龙族 自己步入神王领域 当然要靠自己的实力度过神王节 远处 激烈的主神级大战停了下来 原因是 那只雄性是神兽 听到母兽的吼笑 他看到了空中的小龙 强大的龙兮 让他感觉到了熟悉的气息 他奔出了被神秘老人禁锢的空间 腾跃到高空与母兽一起 紧张地注视着小龙 被禁锢的那片空间中 光明神与暗黑大魔神等人 长出了一口气 同时心中惭愧无比 他们竟然在这次大战中吃了大亏 魔神一方 名神被是神兽 完全撕裂了身体 身体成为他口中餐 光明神一方 元素火神凯奇 被生生咬断了右腿 成为一个独腿神灵 这对于一位主神来说 是莫大的失败与耻辱 其他魔神与主神 也都同样挂采 身上是一道道可怕的兽种 留下了多处伤痕 这对于俯视众生 高高在上天界主神来说 简直不可想象 竟然在人间吃了这么大的亏 而且 是被一头蛮兽所伤 他们惊骇于光明教会实力之高深莫测 神秘的老人 如他自己所说那般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他是一个废人 几乎没有任何神力 但是他却掌握了时空法则 周围的空间为他而定 即便是神王 也很难逃脱他的禁锢之术 而是神兽本身 就能够发挥出神王级的实力 但更为恐怖的是他体魄之强横 神王力竟然也难以伤及他的性命 隐约间 众人觉得他的兽体堪比神皇的躯体 老人掌握有神皇级的部分法则 而是神兽却有着神皇级的体魄 这样的组合发挥到极致 不亚于一个神皇 这是让四位主神 与四位魔神吃了大亏的根本原因 他们的对手超乎想象的强 不过不管怎样说 几位主神与魔神都感觉很丢脸 在人间栽了这么大的灯头 让他们无法释怀 此刻 抓住这难得的机遇 他们拼尽全力对抗空间法则 嘎嘣 空间仿佛有形之物一般 发出崩碎的响声 远处 被教皇守护的神秘老人 神色有些难看 最后 他终于叹了一口气 哦 废人啊 没有神力 终究难成大事 没有是神兽配合 我这老骨头 也难有大作为啊 嘎嘣最后一声大响 四位主神与四位魔神 终于冲出了这片禁锢的空间 光明圣光与暗黑魔器 顿时冲天而起 他们乃是天界的神灵 此刻倍感憋屈 皆忍不住仰天长笑 名神虽然失去了躯体 但他本就是和死亡打交道的魔神 最为本源的力量 就是他的魂魄 随便换上一具就可 而失去右腿的元素火神 就大不一样了 他恨的双目都暴徒出来了 狠狠地盯着神秘老人 这个时候 高空的另一边 禁忌天雷不断轰下 而龙宝宝展现出了非凡的实力 双翼鼓动能量光暴 双脚交叉 批出逆天圣剑 几只龙爪 更是撕裂虚空 破碎一切雷光 他很快就撑过了九道神王雷杰 顺利晋升为神王 神说 我是神王了 二百余杖的神灵龙 快随缩小 又化成了金黄色的小皮球 摇摇摆摆地 飞落在陈南的尖头 光明教皇与神秘老人双目中 暴射出异彩 随后 他们所露出的神色 是极其复杂的 怀疑 惊喜 苦涩 痛苦 这种表情一一闪现而过 当真 当真是 传说中的大德大威天龙吗 神秘老人语音颤抖 一顺不顺地盯着陈南尖头的龙宝宝 而就在这个时候 远空划过一颗流星 快速破空而来 一头巨大的银龙荡起 狂猛的刚风突然而至 停住在高空之上 六十丈长的龙区 如钢铁胶筑的一般 给人以极其震撼的力感 脊背上数十根冲天倒刺 如一杆杆巨大而锋利的长矛一般 逆向天空 令他显得无与伦比的强大与神意 暴君昆德 陈南双目中射出两道神芒 谨慎地戒备起来 因为他发现 昆德正在一眨不眨盯着小龙 昆德你哪里走 给我一个说法 就在这个时候 一声如天籁般的仙音 微寒怒意 自远空传来 曼妙的身影 如一道长虹一般 划空而至 如玉仙言轻力无双 绝待仙姿不沾然点滴尘势气息 白衣飘飘 飞舞而来 正式追入稀土的淡台仙子